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5年的时候也去过委内瑞拉 虽然只是在那里转了一下机 但是还是挺有感觉的 那个时候其实查维斯的统治还比较正常 但是我已经是有很多不太好的印象 我在其中一篇文章中 在公号上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 那么后来这个拉美发生的这个事啊 当然关注的人很多我也一直在跟踪 最近大概是那个20多天以前吧 我们又去了一趟拉美 走了墨西哥古巴和巴拿马这几个国家 虽然委内瑞拉没有去 这几个国家当然也都是拉美国家 那个其实有很多问题能够使人联想起这个委内瑞拉 所以我写了几篇文章 以后还会写这个系列 就是想谈一谈我对这个拉美问题的看法 这个拉美这个事啊 其实一直是有争议的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谈什么拉美陷阱呢 中等收入陷阱谈的最热的就是这个08年前后 但是当时那个拉美所的一些专家 包括当时的那个拉美所的所长 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的所长郑炳文先生 现在好像去搞社会保障去了 副所长江石学先生 都曾经写过文章不赞成拉美化的提法 他们说拉美其实在很多方面搞得还是很不错的 有一些问题也是他们那个层次的问题 当时还说拉美总体的发展水平比中国也还要高 但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又十多年过去了 中国又比较高速的又发展了十多年 而拉美还是在这个困境中顿来顿去 有些国家还进一步的衰退了 尤其是最典型的就是委内瑞拉了 那么因此真的就是使人感到这个拉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如果从更广义的角度讲 其实拉美早就被当做一个负面的典型在讲 可是这么讲的那个角度啊有两个角度 大家知道说拉美不行的 大概在最近三十多年来主要是一种左派话语 这种左派话语当然以那个 毛泽东以前就经常把那个拉美和亚非连在一起 经常讲什么亚非拉呀第三世界啊 而且非常强调这个所谓的亚非拉和这个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 西方的左派啊他也有很重要的一支 在八十年代以后 他们的表现就是对西方内部的贫富分化 阶级斗争啊阶级矛盾啊 劳资关系啊谈得很少 他们谈到资本主义的主要 大家知道如果马克思那个时代一谈资本主义 就是说资产阶级如何无产阶级如何 讲的都是国内的问题 资本论以资本论为利益 讲的就是英国的问题 英国的资本家如何剥削英国工人 一百多年过去以后 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发达国家普遍都已经是福利国家 而且他们的工人也很强势 都是有很发达的工会 发达国家的贫富差异 如果以一些计量指标 什么级利系数啊 什么最上层最下层的百分比 占那个财富的百分比啊等等 不同的数据都证明一点 就是他们的两极分化 他们的贫富差异 其实在明显的缩小 至少要比大部分的不发达国家要小 甚至比基本上要比全部的转型国家也要小 当然不用说比中国肯定是小 我们以前文革的时候 通常我们中国人也知道西方比我们发达 比我们富 但是当时的一个说法就是 虽然他们很发达很富 但是他们两极分化很严重 我们虽然很穷 但是大家都差不多 后来证明这完全是谎言 我们的差距 我们的那个两极分化的程度 要比他们严重的多了 尤其是那个2013年 可能大家知道一件事 就是那个西南财经大学公布了一个 他推算出来的中国收入分配的仅仅系数 据说达到0.61 结果就引起政府有关方面的中市 国家统计局的局长 那个时候还是马建棠 就跑出来说没那么高 然后他说但是也相当高 然后说根据他们的研究 说应该是0.49左右 最有意思的是马建棠说完这句话以后 又说0.49到底有多高呢 我给你们列举几个国家吧 然后就一口气举了十个国家 这十个国家有发达国家 有不发达国家 有转型国家 所有的国家包括俄罗斯 印度 当然也包括美国 都比中国低 也就是说 这个像中国这一类的国家 包括很多不发达国家 这个两极分化 这个社会不平等要比发达国家要更严重 这个现在好像连官方都是承认这一点的 但是这是当年那个福利国家 强势工会啊 这些东西盛行的时候 那么最近十年就有了一些不同的情况 最近十年大家知道 我也谈过这个问题 由于传球化造成的问题 西方又重新开始 两极分化的差距开始拉大 至少那个特朗普的当选就和这点有关 因为特朗普是等于是穷白人把他推上台的 就从吉尼西数这些分析而言 显然最近这十多二十年 应该说有二十年了吧 西方的两极分化又开始加剧 那么这样一来就 对西方左派的那个话语就有了影响 原来在西方好像是福利国家 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似乎西方不仅经济很发达 社会也很平等 如果你像马克思那样说 无产阶级多悲惨 什么绝对贫困化 相对贫困化 好像就讲不出口了 所以很长一个时期 西方左派的主流话语 变成是对那个现存体制的不满的批判 逐渐从国内的两极分化 转向了传球化 传球范围内的南北分化 讲的简单点就是 他们认为虽然西方 整体来讲 社会是在变得平等 这个贫富分化是在 比以前要好得多了 但是他们说 这个代价是 发达国家整体上 增加了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 就是这个社会 现在这个世界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 内部的资产阶级剥削 无产阶级 而是世界上的富国剥削 他们还说 全球化对穷国是很不公平的 全球化有利于富国 不利于穷国 全球化导致了富国越来越富 穷国越来越穷 然后这里头的代表就是像 沃罗斯坦这些人 他们提出一个什么 一富理论 说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 那个核心地区和一富地区的差别 越来越大 核心地区就是发达国家 一富地区就是那些不发达国家 或者说叫做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 那么北方国家越变越富 南方国家越变越穷 所以他们说发达国家的那些工人 弱势群体的条件改善 实际上是北方国家剥削了南方国家 以后分给穷人了 分给他们本国穷人一杯羹 实际上是对南方国家是不公平的 他们在这么说的时候 把那个不发达国家越来越穷的 那个举例的时候 一般来讲很多人都举了拉美这个例子 说拉美这个情况变得很糟糕 什么海地啊 什么的 大家知道拉美有一些 全世界最穷之一的国家 最典型的当然就是海地了 还有一些什么阿根廷啊 什么这些国家也都在走下坡路 但是这些国家是不是穷国越来越穷 这是非常值得可疑的 但是到了最近几年啊 风向又在改变 由于我刚才讲的那个全球化的危机 这个西方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 最近这些年又开始再度凸显出来 于是在那个14年吧 一个法裔的美国经济学家 现在他已经回法国去了 成了法国经济学家了 皮凯蒂就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21世纪的资本 在中国因为有人特意要把他和马克思联系起来 就把这本书的书名移成叫21世纪的资本论 其实皮凯蒂是明确的在这本书里头讲说 他的那一套和马克思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反对搞国有经济 他是赞成市场化的 但是他只不过是要求加强再分配 就是高税收高福利 还是那个福利国家的那种那个思路 这篇文章 重新把这个西方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给强调起来了 而且皮凯蒂还说这个问题已经几十年西方的左派都没有什么重视了 其实这个问题是远远没有解决 但是同时 皮凯蒂这本书的特点 就是对沃洛斯坦讲的南北分化 那个全球化增加南北分化的这个说法 提出了政委 他说根本不是这样的 他说全球化的结果不是使得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不是使得那个穷国越来越穷 富国越来越富 而是在发达国家内部造成了那个有些人越来越穷 有些人越来越富 也就是说他否定了那种所谓的南北矛盾变得越来越 南北差距变得越来越大的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我觉得是从我们现在的观感看 我觉得皮凯蒂的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 因为假如你要讲南方国家 假如你要讲穷国 那至少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大的国家了 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 人口差不多已经20亿了 不止20亿了 这两个国家毫无疑问都是在高速增长的 如果这两个国家不是越来越穷 你怎么还能说南方国家是越来越穷呢 那么再说有一些国家现在的确变得很糟糕 但是这些国家能够说是穷国越来越穷吗 海地你可以说他现在很穷 以前也很穷 是不是更穷也难说 但是他至少是没有变好 可是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 他现在的确是变得挺糟糕 当然阿根廷现在也不能说是个穷国 阿根廷其实原来是发达国家 现在调到了中等收入国家 他现在也不是穷国 但是经常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国家 可是这个失败的国家并不是穷国越来越穷啊 而是富国变穷了呀 实际上在拉美富国变穷的国家绝不止阿根廷一个 从某种意义上讲拉美这个国家 当然它是有增长比较快的时候 是吧 我们中国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初期 当时中国真的是穷得一塌糊涂看谁都比我们富 那个时候中国人到了菲律宾都会觉得简直发达的不得了 甚至连我们在农村的时候 大家知道文革期间信息非常之必塞 西方什么根本不知道 但是我们的那个报纸曾经登过 当时大家知道中国在援助坦桑尼亚修坦战铁路 然后中国的人民画报曾经有过一些坦桑尼亚的那个达瑞斯萨拉姆啦 什么这些城市的尽头 我们那个时候在农村 我印象很深 有一次这个我到公社那个邮电所 邮电所的那些职工正在看新的一期的那个人民画报 里面有那个达瑞斯萨拉姆的那个城市的高楼大厦 他们一看都觉得 哎呦我说这样连非洲都那么发达 那个中国简直当时是惨不忍睹 所以改革初年的时候 中国看什么都觉得是人家比我们好 大家知道当时中国派了很多代表团去东欧 说东欧哪一个国家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什么匈牙利的经验 南斯拉夫的经验 什么这个经验那个经验 然后又去到拉美 那拉美就更不得了 那个拉美那个时候正是所谓的 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的高峰时期 是吧 那个时候讲的不是什么拉美困境了 那个时候讲的是拉美奇迹 而且具体的讲有什么墨西哥奇迹 什么巴西奇迹 什么等等等等 哎呦我那个时候就是给人的印象是很发达的 但是拉美的确是最近这二十多年了 发现他很多国家都成了失败国家 这个失败国家中有的原来就是穷国 像海地 但是也有很多原来并不穷的 像那个阿根廷 他的人均收入在上个世纪 在二十世纪初曾经是世界第七 甚至据说比德国都高 比他的宗祖国西班牙就更高了 那么是世界最富的国家之一 那但是现在就变得已经成了中等收入国家了 那还有其他几个国家也是一样 而且总体来讲拉美这些年的确也是总体来讲也比较停滞 除了我后面要讲的几个国家 例外主要就是三个国家嘛 一个智利 一个巴拿马 一个哥斯达黎加 除了这几个国家以外 大部分的拉美国家或者是发展速度很慢 或者干脆就是游富变穷 不是什么穷人变得更穷 而是有些国家游富变穷 那么这些国家 你就不能说是两极分化了 因为他并不是穷国变得更穷了 他是富国变穷了 那么你可以说他是失败国家 但是拉美为什么会有这些失败国家呢 皮凯蒂和沃罗斯坦的这个不同的角度啊 他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现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出现的问题 到底是南北方的分化越来越厉害 还是南方和北方内部各自的分化越来越厉害 其实现在发展中国家有成功的有失败的 发达国家也是这样 那么如果真的要讲拉美陷阱 就是拉美的确情况很糟糕 那么这个拉美糟糕又是什么道理呢 拉美的糟糕就像沃罗斯坦和一些新左派讲的那样 是由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的结果 或者叫做国际马太效应和拉美本身没有多大关系 还是纯粹就是因为拉美国家自己的问题呢 就是到底是一种国际马太效应还是这些国家的本身的国家失败呢 假如说是国家失败的话 我当然现在认为也是国家失败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 你要说两极分化是很难说的 那么假如真的是有失败国家的话 那么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在第三个层次问 这个国家失败到底是什么原因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左派和右派 所以一讲失败就往往会互相抱怨 就是有两种代表性的说法 就是有的说国家失败是因为太左 具体的讲就是福利国家搞得太多 包括现在的委内瑞拉 是吧网上的很多言论 尤其是我们那些右派朋友的言论 都是说那个查维斯搞福利搞得太多 结果把委内瑞拉给搞垮了 网上的左派朋友就说 委内瑞拉的悲剧是因为那个新自由主义的罪过 他们不好说查维斯搞的是新自由主义 因为查维斯显然是个左派嘛 而且他们是捧他的嘛 所以他们就说是查维斯以前的那些统治者 搞新自由主义积累了大量的问题 查维斯实际上是想挽救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危机 但是呢受到美国受到那些反动派的破坏 所以他就好像没有挽救成功 但是罪过应该是还是应该是新自由主义的 还是应该是美国的 那这个里头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失败国家到底是为什么而失败 是吧是因为搞了福利国家就失败了 那为什么瑞典这些北欧国家就没有那么 至少没有那么失败 那北欧国家是不是很成功 当然也有争议 但是跟拉美相比那是完全是两个世界了 那么如果你说是右派 你说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就搞得他很失败 我觉得至少这个查维斯就扇了他们一个耳光吧 查维斯你再怎么说也不能说 他是搞的是新自由主义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确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当然还有一种更有趣的说法 就是80年代中国引进微博理论了以后 很多人就把那个文化决定论发挥到极致 什么东西一扯都是新教好 天主教不好 那么拉美之所以不行 就是因为搞信的是天主教 美国行就因为信的是新教 这个说法我觉得也有点简单了点 因为不管是新教国家还是天主教国家 其实都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你很难说就用那个宗教信仰 或者用所谓的文化差异来解释一切 就拉美本身而言 他有过高速发展的时期 也有过缓慢甚至倒退的时期 但是拉美从古到经 或者说从殖民时代到经 今天基本上都是信天主教的 所以你也很难解释 他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好像是成功 有一段时间就好像是失败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 那么正好这次的那个委内瑞拉的这个事件 那么这段时间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案例 给我们了一个分析的样板 但是在讲这个问题之前 我首先要讲我们分析案例 切不要把任何一个案例给无限制的宏观化 动不动就说这个案例的失败 说明了是社会主义的失败 或者资本主义的失败 或者拉美的失败 或者是什么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责任的 你不能说那个只要是拉美国家 那就都应该是这样 或者只要是天主教国家 就应该是这样 就委内瑞拉这个案例而言 我们首先要讲委内瑞拉现在的执政者 当然是对这个事情要负责任的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责任执政者 是吧 那么你可以再接着再问 我经常讲嘛 原因的原因的原因是不能取代原因的 而且如果你不讲原因 只讲原因的原因的原因 往往是很误导人的 那么这个委内瑞拉这个案例 当然是有他具体的原因的 这个具体原因就是 查威斯和马杜罗 这两个人执政的这20年的确是做了很多 倒行逆施的事 那么委内瑞拉大家知道 查威斯本人是一个军人出身的 他在军队里头待了17年 而且他曾经搞过军事政变 但是失败了 他本人当然不能说是一个非常信仰 宪政民主的人 不过他1998年上台 那的确是民主选举上台的 他曾经搞过军事政变 但是失败了 他并没有因为搞军事政变成功上台 他上台这个事 其实说明了委内瑞拉 基本上还是有民主制度的 那么就这个问题 现在有些人也提出异议 说这个委内瑞拉从来就没有过民主制度 委内瑞拉的民主只是政党分赃而已 我觉得话也不能这样说 因为你说这个民主的有无 其实很难绝对的讲 什么叫做有民主 什么叫做无民主 我经常提 想到那个49年以前 那个楚安平先生有一句话 说我们现在向国民党争自由 自由现在是多少的问题 将来到了共产党那个下面 可能自由就是有无的问题了 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除了有和无以外 还有多和少的问题 你说这个 委内瑞拉的民主有多完善 多发达 甚至说有人说他已经建立了美国式的民主 我觉得这可能是讲的过分了 但是如果你说他一直就是独裁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一直是独裁 查韦斯就不可能上台的 因为查韦斯又不是武装夺取政权上台的 他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 而且查韦斯和他之前的那个执政者 显然是属于不同的政治倾向的 那他们都可以上台 那就说明他还是有那个左右人流坐庄的那种机制的 那么我觉得而且用分赃这种说法来否定 宪政民主 我觉得就更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说实在的政党之间的妥协 政党之间的联合吧 或者妥协吧 其实说穿了在待一致条件下 实际上并不是这几个政治家的妥协 而是这几个政治家所代表的选民群 这几个政治家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妥协 这种妥协老实说 其实往往正是宪政民主成功的表现 是吧 你不能说宪政民主就是两个党一定要你死我活才行 妥协了就不是民主了 哪有这种道理啊 是吧 所以我觉得委内瑞拉这个国家 他和很多辣美国家一样 独立了以后一直政局长期不稳定 多次出现过军人独裁 在50年代他就出现过那个军事独裁 但是在1958年 其实在拉美的那个军人政权还政于民的这个潮流中 委内瑞拉算是比较早的 1958年他军人政权就变成了文官政治 政党政治 是吧 而且就用竞选的方法来来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 当然这个竞选有那些制度安排上的问题 是吧 就是三权分立的那个权力架构可能并不是那个制衡可能并不是太好 但是你总体来讲 应该说在查韦斯上台的那个时候 委内瑞拉是有民主的 即使后来查韦斯越搞越糟糕 甚至到了现在马杜罗现在这种状态 你也不能说委内瑞拉就变成了一个 就成功的变成了一个集权国家 尽管马杜罗现在显然有这个意思了 委内瑞拉现在的这个僵局啊 我觉得就是很关键的 如果搞得好了 马杜罗下台很可能委内瑞拉会有一个 另外一个好的开端 但是如果搞得不好 马杜罗可以把这个反对派镇压下去以后 如果他成功的完成这一步 那他真的就有可能从原来的民主左派 变成民粹左派 又再变成集权左派了 但是目前他还没有成功 他现在显然可以看得出 他大概是有这个企图的 但是并没有成功 那么因此我们说 委内瑞拉现在这种状态 就是因为不民主造成的 那当然是也是说不过去的 因为你不管怎么说 委内瑞拉至少比古巴要民主吧 那么古巴也没有遇到现在委内瑞拉这种状态啊 所以委内瑞拉的这个问题啊 当然还是还是要做其他的分析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委内瑞拉的经济 可以说是已经彻底崩溃了 是吧 那么他的那个物质极度的匮乏 但是那个国家和企业和个人都负债累累 大量的印钱导致这个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通货膨胀 在委内瑞拉等于是拖欠工资 就等于是侵吞工资 因为你这个工资只要五天推迟五天发放 工资就等于没有了 到处都是在1918年 委内瑞拉的首都一周只有四天能够工资来水 很多人已经没有生计 是吧 然后很多人跑到那个垃圾堆里头去找食品 委内瑞拉这么个两千多万人的国家 现在已经有三百多万人成为难民逃到邻国去了 那么这个都是非常之惨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当然就引起了反抗 从那个委内瑞拉上台 查维斯上台不久就有各种各样的抗议 抗议者也是前期北外 从工人一直到知识分子都有 包括企业管理层都有起来抗议的 在那个2005年 委内瑞拉曾经发生过那个工人大罢工 几十万工人的那个罢工 尤其是石油工人 那么最近 当然那个导查维斯的各派 推出一个领袖 就是他的那个国会议长瓜伊多 这个反对派阵营呢 可以说就是从左到右 无其不有 就包括了很多流派 就瓜伊多本人而言 他其实是一个偏左的人 也算不上右派 但是查维斯确实是得罪了太多的人 那个也是得罪了社会各个 查维斯和马杜罗吧 得罪了社会各个阶层 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 查维斯和马杜罗政策的逻辑到底在哪里呢 那么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去观察一下 这个角度就是 这个政权对迁徙自由和尊重私有财产的这个态度 这里我要讲啊 迁徙自由在我们知道的一些极权国家中是完全没有的 中国是没有的 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了 像朝鲜啊 古巴这样的地方也是没有的 没有迁徙自由的国家 他往往就比较容易的做到一点 那就是把这个城市搞得很干净 因为低端人口都被驱逐了嘛 是吧 那个城市里头没有贫民窟 搞得非常华丽堂皇 这个国家可能会发生大饥荒 但是大饥荒 哪怕老百姓在农村饿死 你也不能进城谋生的 所以城市照样是干干净净的 就像我国三年大饥荒的时候 饿死了几千万人 城里头也没有出现什么 棚户区啊 什么什么这一类的 积民要进城都是被拦在外面的 甚至出村都不行 但是这个一般有迁徙自由的国家 他就会有穷人进城 于是就会有可指责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都说 资本主义很不好 城里头有贫民窟 就经常有的一种指责 委内瑞拉也是这样 委内瑞拉在查卫斯之前 城里就有贫民窟的 而且城里有贫民窟 历来是左派批评的资本主义弊病之一 不过一般的左派批评贫民窟 并不是批评贫民 他们也没有主张要驱逐贫民 一般左派批评贫民窟 只是说政府应该给贫民更好的 那个住房保障 也就是说你住的差 政府应该帮助你住的更好 而不是说你住的差 政府就可以把你赶走 绝不是这个意思的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 查卫斯的这个 查卫斯马杜罗的这个政策 显然和什么古巴朝鲜 是不一样的 大家知道朝鲜 这些年是饿死了很多人的 但是平壤照样是 非常光鲜的一座城市 绝对不可能允许 那个低端人口 在那里头聚集的 但是这个委内瑞拉就恰恰相反 委内瑞拉在查卫斯之前就有贫民窟 查卫斯和一般的左派一样 也曾经抨击贫民窟 但是查卫斯是靠穷人的选票上台的 这一点的确是这样的 那么他就要讨好穷人 所以查卫斯上台以后 实际上对穷人的迁徙自由 实际上是放得非常之开 那就和古巴朝鲜那是正好相反的 而他放得很开 而且他许诺说 你们穷人来了 我们会给你们提供福利房 是吧 会给你们提供很好的房子 这是我和右派不同的地方 右派就是只是允许贫民窟而已 左派除了允许贫民窟以外 还会让他们很快就住上好房子 住上那个在城里住上那个福利房 这个的确也是这样 在西方各国 左派和右派的差别 不在于左派主张驱赶穷人 而在于左派除了承认迁徙自由以外 韩许诺要给穷人提供更好的房子 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只要是在一个穷人还有选票的地方 一般来讲都不会有人主张驱逐他们的 那么这个查维斯也是一样 查维斯当选之前就经常说 他要给穷人更多的自由 要给穷人更多的福利 那么当选了以后 他为了争取穷人的选票 对穷人进城 对那个穷人占空地建房子 乃至我们通常讲的所谓的四大乱建 也是持一种非常宽容 甚至近乎鼓励的那种态度 所以查维斯虽然批评贫民窟 但是在查维斯执政的二十多年 委内瑞拉大城市的一个最突出的景观 就是贫民窟比以前多了七八倍 那个原来是有贫民窟的 但是从来没有多到过这种地步 在2006年 美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 叫做Davidson Mecker 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 叫做不满贫民窟的星球 这本书已经移成了中文 这是研究贫民窟的很有名的一本书 这本书就说 当今世界有三十个最大的贫民窟 这三十个最大的贫民窟中 就有两个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 当然最大的一个是在 其中包括全世界第二大的贫民窟 那么第一大的贫民窟是在墨西哥城 但是墨西哥城是一个两千多万人口的城市 而加拉加斯人口只不过两百多万 所以如果要按照那个人口比例的话 那加拉加斯显然要比委内瑞拉 要住贫民窟人比例要更多了 那么现在你去到加拉加斯 你就会看到这个贫民窟 已经从特定的区域蔓延到了传城 从周边地区蔓延到了市中心 甚至包括原来的豪华地区 原来的金融区什么什么 都布满了那种穷人的那些房子 当然理论上讲 查维斯说我会给你们提供福利房 但是要排队 那排队到什么时候呢 现在看起来排队三辈子都不一定能排得上 所以当然来也就来了 而且查维斯一方面是允许穷人大量的进城 甚至允许到什么地步呢 大家知道穷人进城他去住哪里 无非就是这么几个地方 假如你政府不给他们提供房子 而且老实说 政府既是给他们提供房子 前提也是 不可能他们进城的头一天就提供的 前提也是你必须暂时有一个住的地方 然后你排队 包括像新加坡啊 香港啊 现在已经消灭了贫民窟的地方 已经解决了穷人住房的地方 他也是用这个公屋用那个所谓的住屋来安排棚户区的人口 也就是说他先是承认你有权利住在棚户区 然后才把你安置到更好的房子去 否则如果你一在城里 你一住在棚户他就把你赶走了 那我问你谁来申请这个所谓的连租房呢 如果你住房住的差 不是 不是政府帮助你的理由 而是政府赶走你的理由 那你的连租房要给谁盖呢 难道要给那些北万富翁盖吗 我们现在说高低端人口是要赶走的 假如低端人口被赶走了 这个高端人口需要连租房吗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 假如你说你要给他们提供连租房 那么他们就要有个临时的地方住 那么临时的地方可以是 低标准的契约性的合法住所 讲的简单点 就是城里本来就有些什么地下室啦 市河院啦 大闸院啦 是吧 然后那些人就把它出租 出租给外来的人 形成一些那种 我们称之为叫连租私屋的这些贫民窟 那么这些贫民窟嘛 当然都是合法的 因为本来产权就是确定的 这个契约也是双方都志愿的 谁也没有侵犯谁 只不过当然了 一个市河院可能住给了十几户人 就会变得很脏乱差 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侵犯什么产权呢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穷人自己搭 所谓的私搭乱箭 那么私搭乱箭又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所谓的工地 或者是空地 在那个地方本来是没有房子的地方 然后他们在那打很多棚户 临时性的住所 其实老实说 在现代国家 尤其是在城市周边那种 土地比较紧缺的地方 严格的说是不存在空地的 所谓的空地无非就是工地的意思 不是私人所有的 那么工地被这些穷人占据 合不合法呢 其实这就取决于公众的态度了 因为工地的使用 应该是由公众说了算的 实际上在拉美 有一个普遍的现象 其实不止委内瑞拉 在很多国家 我都看到这样的现象 穷人在空地上建房 一般来讲 当地的舆论都是同情的 如果政府要驱逐他 一般当地舆论都会有批评的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公众对穷人在工地上 牺牲 盖各种各样的棚子牺牲 是持宽容态度的 中国政府是要驱赶他们的 中国的一般老百姓 是不是也主张驱赶 这个我现在还不知道 是吧 因为中国现在也没有这种 什么事情都有老百姓 说了算的这种体制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同情心 好像是比较差的 在这个问题上 很多人本身自己也是穷人 他们进了城 就不愿意别人再进来 就像那个公共汽车 挤上去了 我就要把别人踢下去 就不愿意别人再进来 所以我们经常 虽然没有表决 但是我经常听到一些 城里的朋友说 说这些人就是不应该进来 这些人就是应该赶走 但是很多国家的舆论不是这样的 尤其是拉美的舆论 我在厄瓜多尔在什么地方都曾经注意看报纸 看他们对这些事情的评价 他们往往都是比较同情这些穷人 包括印度也是 那个政府如果采取强硬措施 一般来讲 大家都是很觉得这穷人很可怜 都是不以为然的 那么如果是这样 那就会造成穷人在工地上 在公有土地上 盖房子 就是好像盖棚子 就是那个 那一般来讲就会成为既存事实 那么你成了既存事实 你要把他赶走就相当困难 那么你要赶走 你就得给他提供更好的房子 你才能把他们替换出来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普遍现象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更厉害了 假如这些人不是在工地上 而是在私有的土地或者房屋里头安家呢 也就是说 假如这些人进来以后是善战私有土地 私有房产的话会怎么样呢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大部分正常国家是不允许的 这个道理很简单吗 如果这个都可以允许 那还有什么社会秩序可言呢 一个陌生人 一个所谓的穷人 随便就可以闯进你家 就在你家住下来 那就是天下大乱的事了 所以一般来讲 是不会允许的 这个也是所谓的迁徙自由的一个限度 经常讲什么东西都是有限度的 这个自由是有限度的 福利也是有限度的 福利你不能把所有的积累都吃光了 那是不行的 那就无以为继了 自由也是有限度的 自由的限度就是你不能侵犯别人的那个私欲 至于公寓能不能侵犯 这其实取决于公众的态度 如果公众宽容 那你就可以 既然是工地 你就不能有某一个人说了算了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你就可以显示出查韦斯的确是极左的了 因为他的确对这个穷人进城这个口子开得非常之大 他不仅允许穷人进来 他甚至也允许他们在工地上随便盖房子 你看可以看到查韦斯的确是不怎么搞形象工程 他和我们不太一样 委内瑞拉有很多那种门脸的那种地方 你像那个查韦斯 就是那个加拿加斯的国际机场 大家可能知道我在文章中也写了 加拿加斯虽然是靠海很近 但是他并不是在海边上的 他是在一座大山的山背后 海拔大概差不多一千米 九百多米 因为拉美这个地区的几个国家的首都都是这种情况 委内瑞拉 那个哥伦比亚的圣非波哥大 厄瓜多尔的那个基多 他们都是低纬度高海拔的城市 他们都在池道附近 池道附近的特点就是太热 热的简直是受不了 那怎么办呢 正好安地斯山从他旁边经过 所以那城市都建在高山上 高山上就很凉快 尤其是那个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 大家知道就在池道线上 池道是四季不分的 四季不分就很热了 但是他又不热 因为基多海拔将近三千米 海拔大概两千八百米 所以那个是四季如秋的 年平均温度相差不到一度 但是日温差可以有十几度 那个年温差只有不到一度 那可以说真的就是 如果就天气的舒服 那基多是全世界第一的了 加拉加斯也是一样 他离海很近 但他在一个山的山背后 海拔大概九百米到一千米之间 他的机场建在海边上 隔着一座山 那座山有两千多米高 然后有个很长的隧道 就是从那个山背后打到那个远海 这就是他们的国门了 用我们的说法 就是门面 可是你看看他的门面 就是乱七八糟的 就是都盖满了 那个隧道上 层层叠叠的那个房子 一直盖到头顶 而且这个平民窟 在查维斯时代是越盖越多 以至于盖到了金融区 那个委内瑞拉的全国的第二高的建筑 就是那个所谓的加法安斯金融中心 它是已经盖好了的房子 但是正在装修阶段 那个业主是一个金融大亨 就去世了 去世以后好像资金链断裂 就不再装修了 就在那里停了 停了以后 到了2000年 就查维斯执政以后 就有一大堆穷人进去了 然后那个政府也不管 结果后来不断的就进去 结果一家伙进去了 2000多人 就整个把这栋楼就变成了一个 所谓的垂直的平民窟 而且这座楼在装修的时候 当然大家知道政府是不供水电的 然后穷人进去了 以后政府就开始供水电了 但是这个水电 它这座楼一共将50层 就是委内瑞拉的第二高楼 但那个供水电 也是因为它基础设施很成问题 所以只供到22楼 22楼以上都是要走下来的 所以这个它附近的地区 也都盖满了这些这样的房子 这个金融区也变得破败不堪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座大楼现在成了一个奇观了 整天就是穷人在那个 空空荡荡的那个大堂里头 在那里安家 那搞得很那个像这样的现象啊 我说集权国家是不会有的 你说这个朝鲜 它也曾经非常之困难 委内瑞拉现在是有饥荒的 但是好像没有大规模 恶死人的报道 朝鲜是曾经大规模恶死人的 但是朝鲜即使大规模恶死人 你看他那个平壤还是整整齐齐的 而且平壤还有一个特点 朝鲜对城市人 对首都居民的那个审查 那要比中国要厉害的多了 他不仅那个政治不可靠的人 阶级敌人 出身不好的人什么什么 全部一律要赶走 被撤职了的被处分了的 都不能在首都待 甚至长得丑的人都不能在首都待 残疾人一律赶走 在首都伟大的革命首都平壤 绝对不允许出现瘸子 一瘸一拐的 什么官不正的 那都不能在那里待的 朝鲜人一般都营养不良 但是都还五官端正的 我这里指的是平壤了 尤其是他的那个什么交通警 都是以美女著称的 因为这都涉及到 社会主义的形象问题 所以你说像这样的地方 所以你简单的说 查韦斯就是一个独裁者 就是一个极权国家什么什么 这就有点简单化了 至少在这个问题上 他跟平壤是形成完全两个极端 但是这样一种状态 这个查韦斯的这种做法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那么这个做法 其实我是有体会的 因为我在2007年 有一次参加那个欧洲 一些NGO的活动 我就在那里看到了欧洲左派 搞的一件运动 叫做占领空屋运动 就是这个有人住的房子 老实说 好像没有哪一个 不管左派右派 没有哪个主张外来的人 可以进去 就除了共产党搞打土豪分田地外 但是问题在于 如果是空屋的话呢 如果是空置的房子 那穷人能不能进去呢 这个问题啊 其实 其实这个在欧洲啊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的 是吧 因为欧洲那个左派是同情穷人的 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啊 什么什么都是对穷人有保护的 那么穷人就有一个问题 欧洲的穷人大部分倒不是住在贫民窟 他们一般都是租户 可是租户就有一个问题 租户往往有拖欠房租的现象 你拖欠房租 房租就会把他们赶走 那么为了让穷人有些缓冲 不至于拖欠了房租 就被赶走流离思索 所以欧洲有些国家 在左派的推动下 就出台了一些政策 就说你是没有这个产权的 你是这个房子也不是你的 是吧 但是假如你住在这里头 你一进去 如果房租不同意 他可以当时就报警 就可以把你赶走 是吧 就或者是让警察出来干预 就把你撵走 但是如果你在里头已经住了一段时间 那你就算租户了 假定你不交房租 那也是租户 只不过是违约租户 如果你是违约租户 那你就不是强盗 如果房主要把你赶走 他就要打官司 就要出具很多证据证明 你的确是违约的 然后有法院判决 说这个人的确是应该走 然后再怎么有一个宽限期 什么什么拖来拖去 然后到最后 如果你还不走 那才能够请求强制执行 假如你不是这样 假如你是强盗 是吧 你是那个强占房屋的 那你这个主人就必须当时报警 或者你当时如果不在 至少你 比如说你出去买个菜 那你至少在两天之内 你要报警 有的地方他规定不一样 有的说是一个礼拜之内 那假如过了一个礼拜 他还待这里头 或者他有证据说 他已经在这里住了一段了 那就成了租户了 一分钱不交 他也是违约租户 这个做法就造成一个后果 然后这个欧洲有一些 那个极左派的那些NGO组织 他们所谓的极左派 他们倒也不搞暴力革命 他们就会专的法律的控制 然后他们就专门做一件事情 就到处去打听有空的房子 然后有空的房子 然后就让那些穷人搬进去 搬进去 只要房租不当时发现 或者过了几天 一过了那个时间 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复杂 还有一种情况 就更普遍 那就是拆迁 那个政府一般来讲 他要拆迁一座房子 他先跟那个房主达成协议 让房主走 房主搬出去以后 政府如果不立即把房子拆掉 就会有穷人进去 穷人一旦进去 他就变成违约租户了 你把他赶走就很困难 而且这比那个 有房主出面的还要难 因为有房主的房子 你至少说 还说那房主会起诉他 但是如果他房主已经搬走了 而且可能房主都得到了补偿了 都得到了什么了 只不过这个政府还没有来得及 把房子拆掉 那这个时候你进去了 那谁来起诉你呢 这个事情就很麻烦 所以在罗马这样的地方啊 他们那个政府的那个 有关部门就有一个规定 就是凡是拆迁的房子 那个房主一般走 你在几个小时之内 你就要把它拆掉 否则的话就很麻烦 然后我在罗马2007年 我就专门经历过一场 就是也是一帮 有一个NGO叫做 无产阶级民主 然后他们就带我去看了一件事情 你看这就是拆迁房 他们倒没有占了 真的是没有占私房 因为那个主人已经放弃了这个房子了 已经跟政府签了拆迁协议 他也搬走了 搬走了 但是政府没有及时的拆掉这个房子 然后他们一帮人就进去 进去 你看就是这间房子 这间房子其实挺好的 就是他们把它一装修 那就变成是 那就在那里住一下 这个事情就变得挺麻烦 所以这个就逐渐逐渐就形成了一个理论 就是所谓的穷人占据空屋是可以的 当然所谓的可以 就是说也不是说绝对可以 就是说你如果要让他走 你就要 你就要跟他打官司 你不能说我就用强制 一上来就用强制手的 或者就一上来就向警察报警 如果你给警察打电话 说有人到我家里 警察首先会问 他来了多长时间 他如果刚来 那可以 那是强盗 他如果已经住了一个礼拜 那警察就会问 那是你允许的吗 你说我没允许 那他怎么能住那么久 但是这个问题 在欧洲其实并不是太严重 因为第一欧洲的穷人没有那么多 第二欧洲的那个穷人 其实他有那个比较发达的那个福利保障 真正那些刁砖古怪的 就是再怎么高的福利也不满意 一定要用这种奇奇怪怪的手段 来满足自己诉求的那些人 其实并不多的 不过这个问题在欧洲也越来越突出 因为大家知道欧洲最近那个移民问题 难民问题是越搞越突出 像如果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将来这个问题会在欧洲越来越严重 2007年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问题 虽然这个其实我们中国人都觉得这个事情匪夷所思 但是好像当地也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反应 好像这个事情对于他们来讲 那也是大家基于对穷人的同情啊 什么什么好像也没有 没有什么人说啥 但是这个事情多了 我觉得就会挺麻烦 但这个事情呢 后来就传到了另外一些国家 这里我要真的讲 像这样的事情到真的是和马克思主义啊 和那些什么共产党啊 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 就是和那种欧洲的福利国家传统是有关的 这个事情变得严重起来的一个案例就是南非 昨天就有人提到这个南非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后 他的城市治理问题 这个问题的确是相当严重的 我在那个我的那个南非的启示这篇文章中 也用专章去谈了这个问题 这个南非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大家知道南非以前的城市和中国的城市是一样的 因为他有很严格的那个对于穷人的控制 他们的穷人就是黑人了 那个黑人是种族隔离制度 实际上所谓的种族隔离 就是把黑人当作中国的农民 农村户口 你是不能进城的 这城市是白人的城市 黑人应该待在部落里头 但是城市需要你们打工啊 城市的制造业大量的使用黑人劳工 这个和中国现在的大量使用农民工是一样的 所以他也不能不允许那个黑人进城打工 但是黑人可以进城打工 但是你不能在城里安家 那进城打工你是作为劳动力进来的 你进来你就住集体宿舍 那个你的家就在农村当什么留守老人 留守儿童留守妇女 在南非叫做黑人家园 所谓黑人家园就是部落 你的户口还是在黑人家园 而且这个你进城他给你发一个赞助证 但这个赞助证只限于你本人 你的家属是没有的 所以造成大量的家庭离散 这个事情是种族隔离最恶心的一件事 那个黑人反应最强烈的就是这个事 是吧 一方面就是你在城里 警察会随时查理的证件 是吧 如果你没有赞助证 马上强制收容 或者是被遣返 这其中就会有一些 类似于什么孙志刚事件那样的事 他们发生的比例比我们还小 但是也是在他们看来 已经是非常害人听闻了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由于这种制度造成家庭离散 导致那个黑人遭受了很多苦难 包括家庭不稳定 包括那种性生活的紊乱 艾滋病的发达 据说都和这个有关 然后呢 黑人种族隔离是实在的 举着标语 标语上经常写的就是 废除那个赞助政法 说赞助政法是破坏家庭 毁灭儿童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那么这种制度下造成的一个后果 就是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大城市 是非常漂亮的 也非常干净 也非常整洁 所谓的上帝的后花园 有一个说法叫做 但是他积累了太多的矛盾 而且事实上在 你让黑人都住集体宿舍 事实上是不太可能的 尤其是这个制度延续了一代多的人 到了什么第二代农民工 那个时代你就不太可能 还是这样做了 所以实际上那当时的很多黑人 都已经在离开了所谓的黑人家园 那么他们都跑到了 那个用我们的说法吧 叫做四环外五环外 城乡街河部 盖了很多那种棚户 这个时候1994年 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 黑人有了迁徙自由 一下子积累了几十年的 这个问题就爆发 然后大量的黑人就拥进城里 那么拥进城里 他们住什么地方呢 一个就是住那些原来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所谓的连租私屋 这是最没有问题的 就是这个原来有主人 你也和主人签了契约 只不过这个房子可能是比较差 正是因为差 所以主人也不住 我们讲的城中村其实都是这样的 城中村那些房主基本上都不住在原地的 所谓的城中村基本上的 基本上真正住在里头的都是外地人 那么这个是没有什么人去质疑的 还有一个就是你在空地上盖那些棚户 那么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容忍的 可是在南非 尤其是在约翰内斯堡那样的城市 大量的黑人 就是去占了市中心大量的白人的那个住所 那你说这个南非发生了一场革命吗 非国大在搞大土豪分田地吗 也没有非国大在整个这个聚变过程中 整个这个民主化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当然后来竹马是有点乱来 但是曼德拉应该说他还是 曼德拉和姆贝基这两代非国大的领导 还是挺尊重那个法律的 他并没有允许你们这个去乱占房子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就是和欧洲是一样的情况 因为在那个过渡时期啊 南非的秩序已经很不好了 那么很多在当时组成区的那些富人 他们往往因为这个周围的那个环境恶化啊 什么什么 他们就搬到郊外去 他们本来就是有好几套房子的 这个南非的白人这个情况很普遍 他们就很少住在城里 那么他们很少住在城里 这个房子就是空的 然后那些穷人进去看见空的房子就进去住 他们这些人也很懂 他们一到这个地方 马上到附近的一个商店买一个什么东西 拿一张发票 这就是我在这里住的证据 然后过了五六天 哦 那就已经过了 南非也有这种规定 就是和那个欧洲一样的规定 就是你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 你就成租户了 然后就是就造成这个现象 就是除非那个主人当时就发现就把他赶走 那老实说 那就可以赶走 如果你赶不走 你可以打电话去报警 一般的那些原来的那些白人 那些富人 他们往往在家 在那别的房子里头 一待就待十天八个月 很少回来的 等到他们回来 就已经完全是这个已经就赶不走了 而且老实说 还有个情况就是 在这种背景下 那个房价掉得很厉害 那房子已经就根本不值钱了 那你想 对为了一个不值钱的房子 而且本来你也没有想着再回来住 你要去打官司 很多人是不愿意那么麻烦的 是吧 你有什么必要呢 所以也就放弃了 那么放弃的结果就是 这些人就来的越来越多 结果南非的约翰内斯堡 那就是现在的主城区 原来的什么五星级宾馆 那高党豪华的 传世成了现在是 那个都是穷人住的那些地方 但是南非的 他倒也没有搞革命啊 富人还是富人 富人到哪里去了呢 富人这里住不了了 我就到别的地方 然后在南非 约翰内斯堡的北郊 一个本来很一般的地方 现在变得非常豪华 叫做桑邓 除了桑邓以外 还有些别的 南非的北部兴起了 一大片新的那个富人区 但是原来的那个主城区 现在已经是完全都破败了 那个南非有一个 彭塔公寓楼 就是号称是世界上最高的公寓楼 大概五十多层 当初这个地方叫做西尔布罗斯 是南非城里头的黄金居住地 当时是白人 大概那个地方 大概98%的人都是白人 房价非常之高 那个时候在这个高档公寓住的话 那个租金是非常贵的 结果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变成98%的 都是黑人了 而且这个彭塔城市公寓 其实也就变成了像那个 加法安市金融大厦一样的 那个变成的所谓的垂直的贫民窟 但是这个现象 在南非 你可以说有两点是值得讲的 当然这是一个 肯定是一个很糟糕的现象了 也是南非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但是南非至少有两点 第一点 南非原来是有种族隔离制度的 南非原来是不许黑人进来的 现在出现这种状况 有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解释 那就是对以往种族隔离的一种惩罚 或者说是一种代价 或者说是一种报复 不管怎么说吧 你可以说这个 这是种族隔离的后遗症 问题是 委内瑞拉以前并没有种族隔离 所以委内瑞拉以前就可以允许穷人进城的 那么你用这个东西来解释 委内瑞拉的那个事情是不行的 这是第一不同 第二个不同 就是南非虽然对这个黑人很宽容 虽然造成了过渡时期造成了一些这样的现象 但是总的来讲南非还是一个守规矩的地方 它并没有大规模的搞那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啊 什么这一类的事儿 因此富人你还是可以当富人的 是吧 你在这个地方当不了富人你到北郊去 所以他会有商顿呢 德兰呢 是吧 就是南非那个约翰内瑟堡 北郊兴起了一片新的富人区 新的豪华区 新的高档 现在你到约翰内瑟堡 如果你对种族隔离制度不满 你对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不满 你可以说 哎呀你看这个市中心原来好端端的破败成什么个样子了 但是如果你要为非国大做辩护 你也可以说啊你看那个北郊原来不怎么样的地方 现在不是变得很好吗 是吧 这个他总而言之有些地方变坏了 有些地方变好了 但是委内瑞拉就不是这样 委内瑞拉是只有变坏的 没有变好的 这个在查维斯的这种政策下 那几乎就没有什么 不是说委内瑞拉现在就没有富人 委内瑞拉现在的富人都是有权利后台的 都是那些红色权贵 那个平民富人基本上现在都没有了 那当然就很糟糕 对城市景观来讲造成的破坏 那就比南非还要有过滞了 因为南非你毕竟还现在还是有很漂亮的地方 但是委内瑞拉连这些地方都没有了 那么南非他也是对黑人进城有各种各样的照顾 那个南非原来的那个没有改造过的平民区啊 那的确是条件非常之恶劣啊 就是一些什么铁皮啊塑料搞的那个棚子 然后在非国大执政的这20多年中 很多地方都被改造成了那个 我在右上角描写的那种 就他们叫做免费住房嘛 不过虽然有免费住房政策 南非破破烂烂的平民窟还是越来越多 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那个政府盖房子的速度是 肯定是赶不上这些人进来的速度 所以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解决 是吧 也是一个问题 南非这个事情积累起来以后啊 的确很多人对非国大的城市治理也是感到不满 不仅白人不满 黑人也有不满的 所以南非在2016年的那个地方市政选举中 非国大遇到了很大的挫折 南非的八个最大的城市中 五个城市都发生了政党轮替 包括约翰内斯堡现在也是反对党执政的 当然整个国家还是非国大执政 这个是没有变的 但是反对党执政以后啊 我就去问过他们到底该怎么办 约翰内斯堡的那个 现在的新一届政府 就是那个反对党的政府 是非国大的反对派 这个新的市政府的警察局的局长 是一个华人 是台湾华人了 原来那个南非是和台湾是有关系的嘛 南非在废除种族隔离时期以前 主要的华人都是台湾去的 台湾移民 那么这个人在台湾待了 就是这个人 他原来是一个律师 后来加入了反对党 就是现在和那个非国大对立的 叫做那个民主联盟 结果民主联盟现在在约翰内斯堡执政 他就当了警察局长 负责解决这个治安问题 我就曾经问过他这些事 他说黑人要进城 这是合理的 这个种族隔离制度 欠的账也的确是要还 他说在他看来 黑人进来占住工地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在那个比如说公园里头啊 什么什么里头 该那个棚子问题都不大 他说但是你要占据空屋嘛 他说这个事情就是 他说我们不能简单的套用欧洲 左派的那些做法 所以说如果 反正他讲了一些这 他说这样的做法对黑人实际上也不太有利 他就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这些黑人进去以后啊 南非就兴起了一种行业 什么行业呢 就是专门出现了一批公司 为这个房主打官司要回这个房子的 他们当然是收的那个代理费不会太高 因为房子本身就不值多少钱 不会太高 但是由于他们可以掌握这个房屋所有权的那个证据 这个官司一般来讲都可以打赢 那么这个房主他一般来讲 本来他都打算放弃了嘛 所以假如你能够把房子要回来 能够减少一些损失也好 他们的要求也不会太高 而且他们把房子要回来以后 往往也是就卖掉的 是吧 他们不会真的要 我还要住在那个地方 没有哪个人是这样的 基本上所谓的要回来 就是要一笔钱 那么这笔钱 其实数量也不太多 那么这么一来 这些公司就手中就控制了一大批的房子 就是我通过打官司 证明我是有产权的 然后这个产权 原来的那个房主就把这个房子卖给我了 然后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 那原来住在里头的黑人怎么办呢 我也没有把他赶走 我只不过就以房主的身份向他收租 那么结果这么一来 这些公司很多都发财了 而这个住在里头的黑人呢 实际上日子并不好过 你住在里头你还是要交租的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 你住在里头无业可救 那个地方的那些地方的那个 经济活动基本上都停摆了 原来的那些什么都停业了 基本上找不到什么工作的 你找不到什么工作 你在里头住着还要交租 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好处 而且那个孙耀亨就是这个局长他说 据他了解 办这些公司的绝大部分都是白人 他说还是白人聪明 所以这么折腾 他说何苦呢 他说如果按照我的想法就是 既然已经是这样了 这里的房价肯定是会跌得很厉害 那如果跌得很厉害 你一方面黑人可以在工地安置一部分 另外一方面政府可以盖一部分的那个福利房 安置一部分 然后那些人住的破破烂烂的 暂时是这样 但是他们如果有业可救 他们就可以赚一些钱 在房价那么低的情况下 他们再合法的进来也是完全可以的 他说这样的话 代价就会低很多什么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这个主张到底有没有道理 但是不管怎么说 南非现在的情况是 这个造成的这个城市治理危机啊 是 是在改变 因为这个城市治理危机的一个表现就是 犯罪率特别高 那真是很恐怖的 那有些地方 你不要说专门去 就是我们坐那个旅游车 在旅游公司 我们说你能不能开车 就是绕道 到那个地方绕一圈 车不要停 都没有人愿意干 说那个地方经常枪声不断 很危险 他们都不愿意开这个车去 后来还是我坐一个私人朋友的车 跑到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主城区 那是已经完全衰败来的城区 但是最近这几年 这些城区还是在逐渐逐渐的好转 所以我在那个城区的 就是那个所谓的治安高危地带 有一家那个咖啡馆 还在那里喝了一杯咖啡 出去看看 好像外面也没什么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什么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 在欧洲发生 当然你可以不同意 也可以同意 但是后果并没有多严重 在南非发生 后果就相当严重了 但是它还是有理由的 就是说它造成这种现象 你还是可以说 还是应该怪什么种族隔离 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在委内瑞拉 这个情况比南非还要严重 那个时候是10万人 每年发生13起谋杀案 现在是10万人 每年发生180起谋杀案 我算了算 相当于一个9000多人口的一个单位 一个月有一个人被杀 是吧 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大学 大概都是9000到1万人 在一个9000到1万人的这个范围内 每个月有一个人被杀掉 这个地方是挺恐怖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查韦斯这个事情该怎么解释呢 我就把这种事情叫做民粹左派 民粹左派不同于民主左派 民主左派是主张福利国家 主张什么什么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你也可以反对福利国家 但是如果仅仅是福利国家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所谓的民主左派就是 他是靠选票上台的 他是通过民主的途径上台的 而且上台以后 他是懂得民主和自由的界限的 所谓的民主的界限 就是公共的事情需要多数决定 所谓自由的界限就是 个人领域应该尊重个人的权利 也就是说 如果你穷人进城 如果你在工地怎么安置穷人 那应该是公众决定的 那公众如果宽容 那他们就进来 但是如果他进入私人领域 那如果私人不同意 你是不能允许的 这个是一个起码的界限 但是怎么叫做民粹左派呢 民粹左派就是把这个群体权界给突破了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民主可以侵犯个人领域了 就是我为了多数人的支持 我为了得到穷人的选票 就可以那个那个 等于可以破坏法治 等于可以侵犯私有财产 等于可以就这么这么这么乱来 那么这么乱来 那当然就已经不是民主左派了 那就已经变成民粹左派了 那么民粹左派的发展前景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这里我要讲啊 选举政治下 是有右派的 在迁徙自由这个问题上 所谓的右派就是对穷人的约束 主张是越来越厉害的 比如说驱逐低端人口 在欧洲在民主国家 那显然就是右派的主张 甚至可以说是极右的主张 甚至连极右在民主政治下 都很难讲得出口的主张 尽管他们都这么想的 其实老实说 在西方不是没有人讨厌穷人 哪里都有人讨厌穷人 但是在那些盛行选举政治 盛行民主政治的国家 你讨厌穷人你也不敢说啊 那些国家民主政治讲究的是 多数人的拥护嘛 你怎么你也不敢说的 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是想把穷人赶走的 那么这些人在民主政治下 你是做不到的 但是民粹政治进一步的发展 就有可能冲垮了宪政体制 就有可能颠覆了民主政治 那么如果颠覆了民主政治 冲垮了宪政体制 穷人的选票也就变得没有用了 穷人的选票一旦没有用了 民粹左派就会变成极权左派 所谓极权左派就是 不再依靠穷人选票的左派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就可以驱逐穷人了 也就是说 他们就可以做得出 选举政治下 极右派想做而做不到的这些事 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 社会发展的一个逻辑 所以我经常想啊 美内越纳当然即使是穷人 现在支持马杜罗的也不多了 因为他实在是搞得整个社会 现在上下各个阶层都一塌糊涂 但是如果你真的支持他 我觉得这些人将来就会自食其果 马杜罗现在他还需要穷人的选票 他是不会驱逐穷人的 他甚至会放任穷人为所欲为 但是他一旦通过这种 把反对派给镇压下去了 一旦不再担心有反对派的威胁 一旦大权在握 把那个民主政治给真正颠覆了 那我觉得穷人倒霉的日子就来了 那么他就完全可能 实际上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苗头 因为马杜罗最近出台了一个政策 就是说他要在农村搞土地改革 据说是土地改革问题倒也不大 他的土地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把城市里头的很多 那个人给赶到土地改革以后 腾出来的土地上去 实际上就是要搞一场上山下乡运动 那如果要搞这样一场运动 真的搞得成的话 那你那些穷人不就又给赶回去了吗 那你这个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 查韦斯这个事情呢 真的就是一个从民主左派到民粹左派 再到极权左派的这么一个演变 当然这个演变现在还没有完成 而且很可能他完不成 如果能够完成 我觉得这里头的逻辑也是很明显的 我刚才讲的那个 关于那个贫民窟和签息自由的这个问题啊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切入 特别适合分析各种什么左右啊 什么这一类的光谱 特别会能够判断这个查韦斯的那个定位 他到底是左啊还是右啊 到底和到底属于哪一种流派 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委内瑞拉搞成这个样子 是因为穷人进的太多造成的 他的这个做法对城市的那个冲击 当然是很大 但是整个委内瑞拉经济崩溃成这个样子 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这样的分析很有用 就是用来给各种观点做定位 就是比如说公然歧视穷人的应该是右派 但是那个承认穷人有迁徙自由的应该是自由派 在承认穷人有迁徙自由的同时 韩认为因政府应该用福利措施改善他们的住房的 可以算左派 除了他们有迁徙自由 政府也应该给他们提供福利以外 还允许他们去侵犯别人的财产的 那就是成了极左派了 但是这个逻辑啊 其实非常吊诡 这种极左派等到宪政秩序解体了以后 其实很容易就会回到极右派去 一旦他们不再依靠穷人的选票了 那穷人就倒大没了 而且穷人那个时候将会面临着比比极右派上台还要糟糕的一种局面 委内瑞拉的经济为什么会垮成这样呢 这当然不是穷人进城了他就会垮的 当然是他的其他方面的经济政策是有问题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我觉得有两种说法是比较成问题的 一种说法就是怪他搞的福利太多 说他的通货膨胀就是因为搞福利搞出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 委内瑞拉的经济先天就有难以避免的缺陷 有人写文章说很多人认为委内瑞拉是个石油富国 这是错的 委内瑞拉虽然石油很多 但是委内瑞拉的石油开采的成本很高 甚至有人说那是亏本的 那么因此这个石油采的越多 经济就越困难 等于就是亏的越多 还有人说委内瑞拉有石油 但是是单一的石油经济 所以这种石油经济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比如说石油价格一低 经济就崩溃了 那么更有一种说法就是 委内瑞拉的经济其实没啥问题 就是因为美国制裁 结果发生就是因为美国搞破坏 所以搞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是不太对的 首先我要讲这个查韦斯作为左派 他做了很多福利方面的许诺 但是他现在造成的问题远远不是所谓的福利国家的问题 我并不否认福利国家如果搞得过分会有问题 但是委内瑞拉的这个情况是 在他从民粹左派向极权左派的过渡中 他实际上这个福利已经成了 不是用来照顾穷人 而是用来维护皇权的手段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福利分配到了马杜罗时代 已经变成是 不是说那个按需分配 这是穷人就应该可以得到照顾 而是他把整个国家搞得资源非常困乏 然后这所有的物质都控制在他手里 所有的人都得靠他的分配生活 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用分配来实行极权统治了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你听我的话你就饭吃 你不听我的话 你就什么配级都没有 那你就得饿死 那这个东西就已经变成是所谓的 早就有人提到极权主义的一个逻辑 既不是按需分配 也不是按劳分配 而是什么呢 不服从者不得失 就是按对我的 对皇上的忠诚度来分配 就是这个分配制度 已经不是照顾穷人的手段 而是犒赏保皇者的手段 就是谁拥护我就给你分多一点 谁不拥护我就不给你分配 其实如果搞到这一步 就离废除宪政已经不远了 因为假如他能这样做 他就不依靠你的选票了 你敢不投我的票 我就把你饿死 那如果是这样的 谁还敢不投他的票 那如果是这样 他当然就不会在乎你的那个 你是不是真的支持他什么 那他就不管了 实际上查维斯在那个委内瑞拉 这个国际油价最高的时候 他的确是搞了很多福利 我们也不能说他搞的这个福利 就没有道理 因为这个拉美和欧洲相比 它是一个贫富分化 要更严重的国家 所以他对福利的需求 是比欧洲要更多 其实也没有哪一个国家 拉美国家是可以 真的是不搞福利的 而且福利制度 照顾穷人的制度 包括什么医疗啊 什么卫生啊 这些方面的国家投入 也在委内瑞拉 也不是从查维斯开始的 是吧 查维斯的前任 就搞过这一类的事 包括搞国营企业啊 搞什么石油国有化 也不是从他开始的 这些事情就算是有弊病 他也不至于造成 我们看到的情况 何况现在已经有数据表明 这个委内瑞拉的国家收入 大量用于福利 以至于债务都主要 因为福利造成 这种现象既是有 也是很短的一段时间 委内瑞拉总体来讲 他现在造成的经济破产 国家开支过大 主要并不是因为福利开支 太多引起的 在2014年有人做了 这么一个统计 就是他的这个委内瑞拉 在2014年的那个债务啊 大概有 55%是公共债务 这个公共债务包含所有的福利开支 但是不完全是福利开支 其中也包括公共投资 也就是说政府乱搞工程 铺摊子什么搞各种各样的那种 投资带来的债务 这里我要讲啊 那个欧洲国家的那些 欧美国发达国家的那个政府 确实主要是因为赤字造成的 主要是因为福利造成的 但是中国现在的债务 就主要不是福利造成的 中国的债务主要是 政府乱投资造成的 政府到处盖这个盖那个 什么搞了很多烂尾工程 搞了很多那种无效工程 这种乱投资造成的这种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种说法 我是非常反对的 以政府负债太高为由 要求削减福利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如果你在欧洲提这种要求 是可以的 因为欧洲政府没有 什么乱投资的 他的债务太多 就是因为给老百姓提供的 公共服务太多 或者说老百姓的要求太高 但是我们的政府 老百姓是不能要求他什么的 光恩浩荡 他愿意给你一口 你就得感谢 他不给你 你也不能叫唤 而他想用钱干什么就干什么 所以他大量的钱 其实并不是用在福利上 那么委内瑞拉也有这样的情况 他这个所有的公共债务加在一起 只占他总债务的55% 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福利 而是这个政府投资 那么还有一部分债务 就是国有企业的债务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由于他搞运动 把那个国有企业搞垮了 那支不抵债造成的 尤其是委内瑞拉两个最大的国有企业 是造成债务的非常大的原因 是吧 这个和福利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这其中的一个企业就是 著名的委内瑞拉国有的石油公司 就委内瑞拉是个石油国家嘛 它的石油是垄断的 我在我的文章中讲到 委内瑞拉在70年代搞过一次石油国有化 是吧 那个时候搞的是那种 比较容易开采的石油的国有化 比较容易开采的这些石油 由国家来经营 也还是可以的 不管你说理论上是不是正确 至少当时的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 是有这个技术开采这些石油的 但是后来 委内瑞拉的那个 这一部分石油的那个储量就越来越小 是吧 然后他们进行深部勘探 发现了更多的油田 使得委内瑞拉摆脱了那个储量不足的危机 但是这个时候的新增储量 大部分都是埋藏在3000米以下 而且非常粘稠的那些油 这一部分油 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是没有技术 没有投资能力去开采的 所以在 查韦斯上台之前 就是那个 上个世纪的80到90年代 委内瑞拉实行了第二次石油开放 又开始允许私人投资 又开始允许招商引资 引进外资 引进外资干什么呢 就是开采那些国营石油公司 没办法开采的那些 很难采的那些油田 那么 结果到了查韦斯上台的时候 这一部分油田占了 委内瑞拉石油生产的 相当大的一个部分 结果查韦斯又眼红了 结果到了2007年 他又再搞 在油价比较高的时候 他见不得这些石油公司赚钱 然后就又搞了一次石油国有化 这一次石油国有化就彻底搞砸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管国有自好还是石油自好 我不想陷入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争论 但是如果这个石油比较容易开采 你国有化了以后 你还是可以采的 问题就在于 到了第二次国有化的时候 这个委内瑞拉原来允许 外国公司开采的那些油田 都是很难采的油田 结果把它国有化了以后 国有公司并没有能力去开采这个东西 结果就导致委内瑞拉的石油 生产的那个崩溃 那么一个很 有一个数字嘛 说委内瑞拉原来在90年代 就是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 它的缩写叫做PDVisa 这个PDVisa 大概它的采油 它的采油的那个锚 那个销售额中 成本大概要占27% 其他的都是那个所谓的出收入 所谓的出收入 当然还要扣除一些别的东西了 才是它的利润 但是到了2005年前后 这个比例已经倒过来了 也就是说它的那个开采销售所得中 70%是成本 经营成本 锚收入只有20%几 这20%几再开扣除什么税收啊 扣除一些别的 那它就是亏本的 所以这个国有石油公司 后来就劝了很多债 除了国有公司 这个公司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国有公司 叫做CADV 这个也是一个国有大企业 它也是经营的很混乱 也是劝了大量的债 因此这个委内瑞拉 现在的这个经济崩壳 其实严格的说 并不是因为福利搞得太多造成的 那么从一个指标也可以看到 委内瑞拉现在的福利 其实并不高 我们知道一个福利搞得怎么样 可以通过它的那个税收以后 它的那个两极分化的程度来判断 一般来讲 福利制度如果是正福利 就是所谓正福利 就是属于照顾穷人 减少不平等的这种福利 那么你初始分配的 吉尼系数可能比较高 经过二次分配以后的 吉尼系数就会下降 那么委内瑞拉在查维斯执政的时候 的确是吉尼系数是比较高的 大概是0.49这样 老实说跟中国的现在是差不多的 经过它的那个一些左派的做法 在油价最高的那个2008年的时候 它的吉尼系数已经跌到了历史的低点 大概就是0.389这样的那个地步 但是过了这个点以后就又开始上升了 那么到了现在 其实它的这个吉尼系数已经上升到 它上台以前的这个水平 是吧 也就是说实际上它或者说它就没有搞什么福利 或者说搞的这个福利的再分配功能 也几乎已经没有了 这里我要讲福利可以搞 但是并不见得就是正福利的 假如你这个福利分配 是不分穷富 每个人都有份的 甚至是按照你的收 比如说假如我跟你的收入 你的收入比我多一倍 但是你享受的福利也比我多一倍 那我们的不平等就没有任何变化 那么假如我的收入比你多一倍 我享受的福利要比你多十倍 那二次分配以后 不平等反而还要更加尖锐 这就是我讲的所谓的负福利 那么从我刚才讲的这数字看的话 你已经很难讲 现在的委内瑞拉还是什么高福利的国家了 何况现在委内瑞拉的那个福利 那个分配政府的分配越来越像 所谓的忠诚者看齐 讲的简单点就是不服从者不得识 最近发生了一个事情 最明显的反映了这一点 因为委内瑞拉现在到处都资源匮乏 所以国际社会有很多援助物资 但是那个查韦斯就派军队封锁边界 不准这些援助物资运进去 讲的简单点就是他就是想饿死这反对者 那如果你搞到这样你还讲什么福利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委内瑞拉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不能用高福利来解释的 那么委内瑞拉是不是本来就很差 它的那个虽然石油很多 但是成本很高 开采石油并不赚钱 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 委内瑞拉的石油的确储藏有它的特点 委内瑞拉原来长期以来 它的石油产量和出口量都占世界的前几名 曾经还是世界第一 但是它的可采储量在80年代以前一直是不高的 在世界上其实是排不上名次的 连前十位都进不去 所以它曾经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 委内瑞拉石油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采储比危机 就是那个采的多储量少 很快就会采完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 最严重的时候大概在1975年吧 采储比只有11 也就是说它的石油开采11年就没有了 那个时候委内瑞拉的那个石油啊 是比较容易采的 成本也很低 那个经济性也很好 可以赚大量的钱 可是它就有这个危机存在 为了解决这个危机 到了八九十年代 委内瑞拉就开始了深不勘探 是吧 而且引进外资 这就是我讲的那个所谓的第二轮石油开放 第二轮石油开放以后 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是飞快的增加 一举就摆脱了这个所谓的采储比危机 是吧 它现在已经是不愁储量了 而且这个储量它的储量已经超过沙特阿拉伯 占了世界第一位 但是它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的确是比较难采 可是这个比较难采 只是对外国公司而言的 委内瑞拉可以比较容易采的这些石油 早就在第一次石油国有化的时候就控制在国有公司手中 现在仍然如此 所以对于委内瑞拉本石油公司本身而言 并不存在它采油要亏本的问题 那么这个难采的这个石油在外国公司经营的时候 它也是赚钱的 问题就出在委内瑞拉第二次石油国有化以后 仇油的开采 就是难采的这些油的开采 基本上就停顿了 那么总体上这个石油工业的这个状况就急剧的下降 以至于到了现在它的那个石油那个产量已经跌到了那个上个世纪70年代的水平 大概年产只有6000多万吨 它最高的时候2亿多吨 那么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 其实和它那个第二次石油国有化也有点乱来有关 更和它对国有石油公司的那个搞运动有关 因为查韦斯啊 他一开始是很不满意这个国有石油公司的 这个国有石油公司的工会老罢工老抗议他 这个委内瑞拉的那个石油工人 在石油繁荣时期啊 待遇比较高 工会也比较强势 在查韦斯上台以后不久 这些石油工人就是支持反对派的 然后在2005年就发生了一起大罢工啊 就是几十万工人罢工抗议那个查韦斯 其中石油工人就是挑头的 然后查韦斯为了镇压这个罢工 一次就开除了两万工人 把大部分的工人都开除了 开除了以后找谁呢 找那些在贫民窟里头的他的那些 我们称之为茶粉 然后弄了一大堆茶粉去取代他们 这些人老实说是一点技术都没有的 他把那些老工人都开除完了 然后弄了一批红卫兵去当忠于他的那些工人 就是这些人 那么这些人是其实是不干什么活的 那么这个查韦斯 他还提倡一个 这个和毛主席也经常提倡的 叫工人参加管理 然后就把那个企业的管理层也给得罪的不轻 就是搞得乱七八糟提倡什么外行领导内行 就是那一套 老实说苏联是不允许这样搞的 这个是毛的做法 不是斯大林的做法 所以他这个搞法就把这个 把石油公司的那些投资人都得罪了 因为你国有化了 把这些人都等于是给没收了 给赶走了 把管理层给得罪了 你把那个管理搞得一塌糊涂 用群众运动来取代那种 科程式的那种企业管理 你把工人也给得罪了 结果这个企业经营就陷入了困境 而且陷入了灾难式的那种状态 现在这个国营石油公司的那个情况是非常糟糕的 以至于糟糕到什么地步呢 糟糕到了发不起工资 发不起工资不是说他就绝对发不起 他往往要拖欠 但是我刚才已经讲了 委内瑞拉现在发生了有史以来难以想象的高通胀 只要拖欠五天 这个工资就没了 所以导致一个后果 现在大家知道在委内瑞拉石油工人收入原来是最高的 那是金饭碗了 可是现在的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已经发生大量的员工不辞而别 去干什么呢 去捡垃圾 因为你拿不到工资 实际上是他们就无以为生 结果现在马杜罗政府出台很多严厉的政策说你如果辞职你就是叛国 说要一开始说是要取消你的所有劳保 后来又说你要叛国就把你抓起来 暂时还是没有用 现在委内瑞拉的国营石油公司 每周都要给下属各个部门出具一个指标 就是你辞职的人不得超过多少多少 你说这个石油公司本来是最富的一个公司都已经破落到这种程度 你说他的经济会遭到什么地步呢 而造成这种状况你不能说是因为这个石油难采 因为好采的石油像都含在你手里嘛 那么还有人说说委内瑞拉的这个经济 他就是过度依赖石油 而且说是查韦斯和马杜罗啊 之所以要搞这个革命就是想摆脱西方的控制 实现经济多元化 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这就更是说反了 因为委内瑞拉在查韦斯之前 搞了几十年的进口替代型国有化 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搞经济多元化 也不光是委内瑞拉 我前面曾经提到 在这个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前后 大概二十多年时间 在拉美最盛行的一件事情 就是进口替代型工业化 什么叫做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呢 那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那种 只生产我们擅长的 我们有优势的那些东西 我们大量出口 然后我们大量进口 去买那个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这种主张啊 就是所谓的外向型 靠出口拉动型 外向型经济发展 中国说实在的这几十年搞的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靠大量出口 然后就去买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种模式 它有一个理论基础 这个理论基础就是市场调节 对那个 它是相信市场调节的 就是我什么有优势 我就生产什么 而且我强调国际分工 强调那个国际经济互补 我适合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 是吧 然后我跟别的国家的经济互补 我们在市场上各取所需 但是这样的做法 它的确会造成这个经济单一化 特别擅长什么 你就只生产什么 那么另外一种拉美各国 一直都是民族主义很强 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是吧 这也是拉美的一个特点 那么民族主义强大了以后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 他们都想摆脱这种状况 都想建立一个大而全小而全的工业体系 也就是说 我不想进口那么多东西 我需要什么 我要自己生产 那么这就是所谓进口替代型工业化 这个进口替代型工业化 肯定是比较反市场的 肯定是比较强调政府主导的 因为你说是市场需要什么 我擅长什么 我就生产什么 那是市场主导的 但是假如你说 现在我要变成是国家需要什么 我就生产什么 不管擅长不擅长 就不能由市场说了算了 那往往就要有国家用补贴啊 用那个投资啊 用各种各样的关税啊 要用这些办法来加以控制 来加以干预 使这个经济 能够转向政府所希望的这个方向 那么委内内拉在这个方向上 和巴西 墨西哥这些国家一样 大概走过了二三十年 这二三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应该说 委内瑞拉的非石油产业 曾经是非常之发达的 当然它也会造成一些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表现为高负债 高通胀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这么一搞的话 这个企业的盈利能力 肯定是不如那种发挥自己优势的 就我擅长什么 我就生产什么 那肯定是比较好赚钱嘛 结果你现在是生产的 并不是你擅长的 而是国家需要的那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就不一定能够赚钱 而且老实说 这样的东西你就不能看市场 那你国家要干预 国家就得投资 而且国营企业本身 它也有一些毛病 效率上的损失 那么这种经营方式 走到头来 就会出现 拉丁美洲八十年代 普遍发生的那个高债务危机 那么高债务危机 就会导致拉美在九十年代盛行的一波调整 这波调整当然是和那个冷战的结束是有关的 因为冷战的结束使得大家对社会主义 一下子就不感兴趣了 不仅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不感兴趣 对什么欧洲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感兴趣了 当时盛行的就是 所谓的新自由主义 是吧 就是什么一切市场说了算 而且拉丁美洲正好面临那个高负债 高通胀 这个事情大家都认为 那是国家控制太厉害造成的 那么于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搞新自由主义 开始搞私有化 是吧 开始分 我刚才讲到 委内瑞拉一些公司 私有化也是在这个阶段发生的 那么这个做法 他就会把那个债务给压下来 但是呢 那个当然那个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 就会要变成是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 委内瑞拉实际上那个非石油工业 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 尽管他都是有我刚才讲的那个弊病 一个突出的就是 第一就是汽车 委内瑞拉曾经这个2000万人口的国家 在70年代的时候 年产汽车大概是在20多万辆 20多万辆 现在看看不算太多 但是远远超过当时的中国 中国当时是基本上是不生产轿车的 大家知道在那个7080年代的时候 而且这个时候的委内瑞拉的那个汽车产量 大概是他的那个汽车业的产值 大概占整个经济的6% 这对 这应该说是不小了 而且委内瑞拉除了有石油以外 他的那个水电基础是非常之强的 因为委内瑞拉 他真的是一个资源很丰富的国家 不仅只有石油资源 他的水电资源也很丰富 他的一条河流叫做卡罗尼河 这条河流啊 是从高原上留下来的落差非常之大 而且他的流量也很大 而且他的流量还比较均匀 也就是说洪水期枯水期相差不远 特别适合搞水电站 委内瑞拉从60年代到90年代 在哈维斯上台之前 在这个河流上搞了好多大型水电站 形成一个梯级 大概总装机容量达到1700万千瓦 比三峡还要高 其中最大的一个电站 就是谷里水电站 这个谷里水电站呢 其实他是60年代建设 70年代发电的 我那个时候还在农村插队 我就在世界知识杂志上看到过 关于他的报道 那个时候我就很有感触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 最大的水电站就是新岸江水电站 装机容量其实只有70多万千瓦 中国当时第一个 百万千瓦的水电站 就是刘家霞 还在建设都还没有投产 可是委内瑞拉 百万千瓦的水电站 已经有好几个 甚至都已经有千万级的水电站了 而因此就造成一个现象 委内瑞拉在能源上 那个时候就已经摆脱了对石油的依赖 委内瑞拉的虽然是一个石油储量 世界第一的国家 产量也在世界前列 但是他和其他石油国家不同 他发电主要不是靠石油的 他的发电 百分之七十一到七十四是靠水电的 这也是使委内瑞拉石油 现在非常不景气 但是他的电力供应 还能勉勉强强维持的一个原因 但是在查维斯执政了以后 委内瑞拉的水电开发 基本上就停滞了 这二十多年来 他大概只搞了一个水电站 而且还搞成一个烂尾工程 到现在也没搞完 那么他又由于其他原因 所以委内瑞拉现在变得 那个电力供应非常之紧缺 因为他的那个石油在垮掉 那个水电在停滞 水电一般来讲是不会垮的 是吧 因为你水电站建成了以后 基本上是不需要后续投入的 所以假如你不把水电站炸掉 水电站是不会 是不会垮掉的 但是炸水电站真的是有过这个事的 不是炸了 就是拆了 像中国的三门侠就是后来被拆掉了 那个三门侠水电站当时建的时候 应该说就是中国第一个百万千瓦水电站 是吧 当时的建成的时候 装机容量是一百三十多万千瓦 但是三门侠水库一蓄水 就发生灾难性的淤击 甚至把西安都有可能被淹掉 然后就当时就有人提出要炸坝 最后炸坝虽然没有炸 但是三峡水库从此就不能蓄水了 现在是三门侠 三门侠水库现在是一个空库 水电站也给拆掉了 拆掉了以后 当然现在三门侠还在发电 换成了那种低水头的 净流机组 现在大概装机只有三十多万千瓦 只有原来的一个零头 三门侠水电站是全世界最失败的一个工程 实际上委内瑞还不可能产到这种地步 说是这个水电站遭到要把它拆掉的地步 那只要你不拆 它已经建设的产能是不会消失的 它已经建成发电 它就还可以继续发下去 它和别的不一样 你说那个石油开采 只要你一被破坏 你就采不了了 但是你水电嘛 只要水在流 它还是可以发电的 假如不是这样 那委内瑞拉现在不知道要变成什么个样子了 但是委内瑞拉现在的电力供应 已经比过去要产的多了 当时的委内瑞拉因为建了这个水电站以后 它成了水电的那个富裕 它像那个巴西哥伦比亚都是出口电力的 而且它依靠水电建设了 我后面讲的那个大规模的高耗能制造业 也就是那个炼钢啊 电炉炼钢啊 电解铝啊 这些都是当时在世界上都是有名次的 委内瑞拉这个国家不仅石油储藏第一 有强大的水利资源 而且它铁矿铝矿也是很丰富的 委内瑞拉的那个铁矿叫做波利瓦尔铁矿 曾经被认为是世界地球上最富的富铁矿 当然那是已经开采了二十多年 现在的品位已经不如以前了 但是储量仍然是非常可观的 而且它的铁矿和铝矿非常有意思 它的那个矿本身就和最大的水电站挨得很近 所以那个他就依托这个水电站搞那个炼铝 他在那个硅亚纳城建了最高产能达到18万吨的那个电解铝厂 18万吨的电解铝生产水平在中国也是非常之高的 它的那个钢产量它的那个钢铁厂产能是480万吨 70年代的数字 在70年代中国的钢铁厂 除了鞍钢以外没有一个达到这个水平的 那个时候什么武钢包钢什么所有的这些钢都低于这个水平 当然现在中国的那个超过这个水平的钢铁厂是很多了 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的 所以你可以说那个时候委内瑞拉小小的一个2000多万人的国家 它的水电它的钢它的铝都不亚于中国这个泱泱大国 委内瑞拉应该说那个时候是一个产业相当齐全 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单一石油经济 这个经济这种状况就是在查维斯和马杜罗 那个胡闹的那20多年给搞垮的 马杜罗查维斯执政的这20几年 把这几个行业基本上都搞垮了 是吧水电是停滞了 制造业是崩溃了 因为制造业你不搞它就是要崩溃的 那和水电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你可以看到的那个数字是铁的证据了 你可以看到这是委内瑞拉的汽车生产 委内瑞拉的汽车生产 在查维斯上台以前年产量是20多万辆 查维斯上台以后变成十几万辆 然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到了2008年的时候只有几万辆 到了现在 大概年产量只有一千多辆 是吧就等于已经是没有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在鼓吹 说是那个中国的雨通客车 占据了委内瑞拉市场的 百分之九十 说是雨通在委内瑞拉市场 年产公共汽车大概一千多辆吧 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这也说明中委关系牢不可破 那人家以前曾经生产20多万辆 当然那是小轿车不是公共汽车 但是委内瑞拉现在已经汽车产业 已经变成空白了 那个钢产量也是一样 铝产量也是一样 基本上都崩溃了 所以这个你可以对比一下 我前面讲的石油的这个数字 这个石油产量在查维斯统治时期啊 他也在下降 但是他仍然还能保持原来水平的一半左右 可是其他产业的产能 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水平 他的石油产量 如果说现在还能保持一半 他的其他产业 包括炼钢炼铝和那个汽车 已经垮掉了百分之九十 可以说这么简单的讲 查维斯执政的这二十年 基本上把委内瑞拉的非石油产业给搞垮了 给搞没了 所以委内瑞拉正式在查维斯时期变成一个 除了石油以外什么都没有 而且石油也只剩一半了 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种状态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我觉得我们以后还可以继续分析一下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那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就从委内瑞拉 把这个话题挑开 因为它只是一个国家的话 并不是非常重要 但关键我们是把委内瑞拉当作拉美的一个案例 或者说当作一个拉美失败国家的一个案例来分析的 那么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把问题 把眼界拖开 从委内瑞拉看拉美 但是我首先要讲 我前面已经讲过 一个国家的失败 首先要从它自己找原因 你不能动不动就把它归入哪一个类型 说这个类型就不行 比如说因为它是天主教国家 所以就得这样 或者因为它是拉美国家 或者因为它是什么什么什么国家 我觉得就是我经常讲的那句话 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但是我前面已经讲了原因了 你现在再要问原因的原因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委内瑞拉 作为一个不仅石油储量世界第一 现在人家谈到的都是这个 但是我觉得委内瑞拉的不可思议 在于它其实不仅仅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 委内瑞拉的那个优势太多了 我前面已经讲过 它不仅仅石油储量世界第一 而且水电铁铝等资源都居世界前列 它的制造业已经有相当的基础 它的人口又不多 像这样的国家破产到如此的地步 就是在盛产失败国家的拉美也是很罕见的 因此查维斯和马杜罗的胡闹 当然应该负直接的责任 这个你不能动不动就扯到什么 什么天主教啊什么这上头去 但是你具体到他的责任 我们也很难说他的错误就是左或者是右 世界和拉丁美洲都有各种各样的左派 查维斯显然不像另外一种左派 比如说智利的社会党 智利现在我上次已经提到了 他应该是现在南美 如果说风景这就是那个一枝独秀 他就算是一枝了 当然那个巴拿马和哥斯达利加也不错 那么智利社会党 当然他也是社会党了 而且他也曾经很左 大家知道他曾经有过一个阿联德 那个是查维斯也是把这个人当作所谓的拉美社会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的 他后来是在军事政变中训难的 那么训难以后 皮诺切特就搞了那个经济上算是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 但是政治上是非常专制的 那么这个专制在冷战以后就结束了 等于是社会党后来又上台了 社会党在智利皮诺切特时代大部分时间其实是社会党执政的 那么社会党执政 社会党长期是受迫害的嘛 他执政的当然是要搞那个 我们讲的叫转型正义嘛 恢复公道 但是他没有搞那个简单的报复 我觉得这个不错的 他更不错的就是 他并没有因为他的受迫害现在又翻身了 而去推翻皮诺切特搞的那些经济政策 皮诺切特搞的对的 他是在捐持的 所以他的那个经济的确是搞的不错 和查韦斯当然是相反了 我这里要说的是 不仅如今的巴切莱特和查韦斯是不一样的 巴切莱特就是现在的智利社会党的女党首 当过两任的智利的总理 大家对他的评价是不错的 他甚至都不像当年的阿联德 当年的阿联德在经济上也是很幼稚的 是吧也是搞了很多那种乌龙的东西 但是阿联德这个人 人品还是很不错 而且他在政治上 他是遵守宪政规则的 他是民主当选 最后是被军事政变所推翻的 你不管 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要一归一马归一马了 你不管说 皮诺切特他的经济主张也许是可取的 但是他肯定是一个独裁者 而且是杀了很多的人 不仅政变过程中就杀了人 政变以后他迫害反对派也是很厉害的 这个当然是应该谴责的 我觉得现在有些右派朋友 就把他当做英雄看待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阿联德他就是他和查韦斯马杜罗做的 正好是相反的嘛 至少在政治上阿联德是靠民主上台 而且一直捐持宪政原则 最后是在那个违宪的那些军人政变的过程中 殉难的 这个做当然是和查韦斯是不一样的 我这里还要讲的是 他也不像苏联或者正统马列主义的 搞的那一套 我这里要讲啊 那个毛泽东和苏联搞的都是社会主义 但是毛泽东自己认为 这两者有很大区别 事实上我认为这两者也有很大的区别 在企业这个问题上啊 实际上文革的时候 中国经常提到两个词 叫做马刚宪法和安刚宪法 现在的很多人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马刚了 讲马刚想到的就是马刚股份 马鞍三钢铁公司 其实不是的 马刚是指苏联的当时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是乌拉尔地区的 这个钢铁企业啊 其实船套设备都是大萧条的时候 因为美国产能过剩 从美国的共和钢铁公司那里搬过来的 从那个大湖区的什么布法罗啊 克里夫兰啊这些地方 当时是世界最先进的那个设备 它的管理也是很先进的 这里我要讲啊 苏联是一个独裁国家 但是那个从列宁开始 对西方的企业管理是相当崇拜的 因为他们都是科学主义者 他们都是强调理性 这里我要讲欧洲共产主义 欧洲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传统 就是讲道德讲的很少 讲科学讲的很多 他们的那个所谓的理想 不是说我主张的东西 比你主张的东西更道德 所以我会胜利 他们总是愿意说 我的那一套更符合 所谓的什么科学规律 是吧 所以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我是会成功的 他们就认为 那个西方的企业管理是很成功的 具体的讲就是泰勒志 福特志 他们对这个很欣赏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 在一个企业内可以把计划搞得头头是道 但是整个社会生产是用他们的说法叫无政府状态 他们说如果我们上了台那就很简单 把西方一个大公司的那一套搬到整个国家去 就是像治理一个通用汽车公司一样来治理整个国家 那就行了 这个说法当然是错的 但是具体到企业治理上 苏联的工业化其实很多都是引进西方的 不仅引进了西方的硬件也引进了西方的软件 他的那一套东西强调的就是 当时马格尼托格尔斯克有整个一套企业管理的手册 中国49年以后学苏联把这一套也搬来了 当时是翻译过来的 主持翻译的这一套的人就是 那个冶金部的当时的副部长 当时是安刚的总工程师马斌 这个老人后来是一个毛派 大家知道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活了九十几岁 他生前曾经参加过好几次毛派的签名 要求打倒邓小平 要求恢复毛泽东的那一套很匪夷所思 所以后来就有人说 马斌一直是坚定的毛派 他是那个反对修正主义的 他是反对马刚宪法 主张安刚宪法的 因为马斌就是安刚的总工程师 其实恰恰相反 马斌这个人在安刚工作时间 搞的就是马刚宪法 而且他为此在1959年 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 当然这个人是 不过事实求是讲 马刚宪法那套东西是标准的计划经济 所以他反对市场经济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就像陈云 陈云是非常不满毛的 而且现在根据现在的回忆录 我们知道所谓的十一届三中传会 向凡事派开炮的主要是陈云 不是邓小平 陈云的逻辑就是苏联那套计划 本来搞得好好的非常科学 结果你毛搞一个大轰大轰的 把这个东西给搞乱了 毛在这点上很有罪过 但是陈云是不喜欢市场经济的 真的要讲所谓的书修的那一套 那陈云就是标准的了 那个马斌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说马斌现在仇恨自由化 仇恨市场化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说他真的喜欢 那个大红大红那一套东西 那他肯定不会喜欢的 这个马刚宪法其实很复杂 但是我把它归纳为几条 第一个就是一掌制 他是强调厂长负责制的 他绝对不会搞什么党委领导 什么什么那一套 这个我觉得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很多东西都是学苏联的 那个时候东北的那些企业 在传国来讲都是最好的企业 当时能够在这些企业工作 那是大家都非常之羡慕的 这些企业当时就是传判学苏联的 那企业管理是非常之严格的 而且苏联大家知道 他虽然也是共产党国家 但是他绝对是专家自成 苏联的企业 苏联的党的领导是熟地化管理的 也就是说他那个国家是党领导的 省也是党领导的 市也是党领导的 有市委省委什么什么 那都是掌权的 但是企业是没有真正的党领导的 因为你各地都是党领导的吗 那不就完了吗 你这个是在这个地方的企业 当然也就是党领导的 你连生产多少吨钢 什么用加多少什么有色金属 什么稀有金属成分 这些东西都要在党委会上去讨论干啥呀 这些技术问题 你本来就应该交给董行的人嘛 是吧 那个逻辑就那么简单嘛 所以他苏联的企业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苏联的企业理论上讲是没有党组织的 他有一个党委书记 这个党委书记一般来讲都不是专职的 都是兼职的往往是什么总工程师 或者副总工程师兼的 他管的就是党务 是吧 什么收党费呀 什么什么 他不掌权的 权力就是一掌制 就是厂长负责制的 那么第二个原则就是专家自厂 是吧 强调那个一定要内行 第三个原则就是强调所谓的科程化管理 就是文革中批判的所谓的条条框框 什么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那他的管理是很严格的 包括仓库 什么进厨库啊 什么各种制度质量检验啊 什么这一套 还有一个就是综合平衡 因为你计划经济 他就是要讲这个东西 你不能搞那什么木桶理论 什么东西 特别去短一块 而且毛泽东是很反感 这个毛泽东把这个叫做消极平衡 你生产什么东西 你是要有配套的 毛泽东动不动就讲搞什么钢铁挂帅 什么粮食挂帅 计划经济是最反感这一套的 哪能就是一拍脑瓜 就说我就传党就去搞了练钢 这不胡来吗 他们是不会搞这一套东西的 所以后来毛泽东说 这叫消极平衡 毛泽东的说法就是 他说我现在不管这个平衡 他说平衡都是动态的 我就把钢铁搞得高高的 你说光搞钢铁 不搞别的行吗 毛泽东的说法就是钢铁上去了 我就逼你其他的也上去 所以他就根本就是 那个马刚宪法不会这样搞的 他强调的就是所谓的综合平衡 这也是他的一个原则 还有一个原则就是经济核算 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所谓的 就是计划理性 这些东西 其实当然你说 你就是再理性 这种计划经济的弊病 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是吧 我觉得一个基本上 没有办法解决的 就是你无法 你无法适应那种消费偏好 因为你这个经济的目的 都是给人提供消费嘛 而人们的消费偏好 就是理性把握不了的 今天流行 这个明天流行 那个你再什么 那个什么用电子计算机算 你也算不出来的呀 这个事情只能靠市场来解决 假如你真的是 但是不搞市场的话 那这个做法 比那个大红大翁 比那个一拍脑瓜就乱来的 那个还是要强的多了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毛泽东在1956年 由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 毛泽东就很高兴 说斯大林也不过如此 我比他更高明 然后就开始 八大就开始批一掌制 然后就提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说这个工厂应该由党委来领导 而不是由厂长来领导 这个一下子就把企业搞乱了 所以第二年57年 就有人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结果这些人就当了右派 是吧 那毛泽东就提出一个外行领导内行 是普遍规律 那结果后来就变成是瞎指挥盛行了 就是那些都是搞 那个那个搞运动盛行 后来毛泽东就发现了那个沈阳什么123厂 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沈飞发动机场 军代表搞的一个企业管理的那一个经验 毛泽东看了以后很欣赏 然后就指令安刚要发一个文件学这个东西 其实安刚宪法不是安刚搞起来的 是一个兵工厂搞起来的 安刚本来是搞马刚宪法的 马兵本人也是在搞马刚宪法的 但是毛泽东受益以后 安刚就写了个文件 引了这几句话 这几句话所谓的安刚宪法很简单 说穿了传闻就那么几句话 叫做捐持政治挂帅 加强党的领导 大搞群众运动 实行两餐一改三结合 推广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 讲得简单一点 就这几句话 这几句话每一句都是针对马刚宪法的 所谓的政治挂帅 那意思就是说只算政治账 不算经济账 所谓的加强党的领导 就是针对一掌制而言的 所谓大搞群众运动 就是针对科程化管理而言的 总而言之这套东西 就是否定这一套的 结果搞了以后 把中国的企业搞得是一谈糟 你真的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因为他的确是社会主义 而且有中国特色 至于邓小平搞的是不是 他是有中国特色 但是未见得是社会主义了 那个国际上普遍的说法 是邓小平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那个你真的要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就是 就是安钢宪法搞的那一套 就是用群众运动啊 要搞大红大翁啊 什么阶级斗争啊 用这一套东西来搞企业 那还不把企业搞得颠三倒四吗 所以我讲啊 这个苏联的马钢宪法 是绝不允许大红大翁的 那个勿宁说 这一套东西更像是毛泽东的安钢宪法 强调的是政治挂帅 运动群众 老实说那不是群众运动了 因为是你上面下命令来搞的嘛 并不是群 严格的说 包括文革都不是自发的嘛 文革中就有这样的说法 说你就搞的不是群众运动 而是运动群众 在极权国家搞的都是运动群众了 那个搞的都是什么 政治挂帅 运动群众 随心所欲 外行领导内行 不仅把民营经济搞垮了 国营企业的苏联式绩效 也给他搞的荡然无存 你真的要讲 在委内瑞来搞国有企业 搞国有化 也不是查维斯开始的 我前面都讲过 在70年代 他们就搞过第一轮的 那个石油国有化 后来搞的亏损累累的 那个国营石油公司 也不是委内瑞 也不是查维斯创立的 之前就已经有了 但是以前他们还 至少还是按部就班的 还是真的是实行那种 专家治场的 到了查维斯 马杜罗 那就成了胡闹了 那个当然是搞得很糟糕的 所以你真的是要说 他是左派 他也不是 他既不是社会党 也不是苏联似的 那倒真的有点像毛泽东 当然了 政治上 他是远远不如毛了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查维斯走成了民主左派 到民粹左派这一步 马杜罗如果能够把民粹左派 到集权左派这一步 也走成了 政治经济就都很像毛了 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 经济像毛 政治上就不太像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也没有毛的 那样的那个 你说是成就也行 说是那个闯的祸也行 但是这一点 如果你放眼去看 你会发现 最严重的当然是委内瑞拉 但是这种特点 在整个拉美 其实是挺普遍的 所以你也可以说 带有拉美特色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仔细看一下 拉美的这个事 你就会发现 苏联式的共产党 在拉美真的是成不了事的 古巴我们知道 是个共产党国家 但是 古巴原来有一个老古共 就是那个苏联支持的 古巴共产党 后来叫人民社会党 古巴的革命和这个党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这个党是在那个卡斯特罗 被卡斯特罗推翻的 那个政权巴蒂斯塔了 就是相当于国民党 在巴蒂斯塔统治时期 人民社会党 就是当时苏联支持的 古巴共产党 加入议会的一个合法政党 而且他曾经支持过 巴蒂斯塔和那个 和那个马查多 就是那个卡斯特罗 以前的两个独裁者 在卡斯特罗搞革命的时候 人民社会党是曾经谴责过的 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冒险行动 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卡斯特罗是什么人呢 卡斯特罗是一个文学青年 他的导师不是什么 马克思恩格斯 更不是列宁 他的导师是何塞玛蒂 本身也是个文学家 卡斯特罗搞成革命以后啊 他第一个访问的国家 就是美国 到了美国 他到处讲 他说我不是共产党人 他的确不是 当时古巴的老共党 就是那个人民社会党 是另外一个组织 卡斯特罗搞的那个组织 叫做726运动 大家如果看过他的专记都知道 那是一个一大帮那种浪漫主义青年 那种读文学 读得昏昏晕晕的那些人 搞的那种 那是浪漫主义者 实际上你说他 他当时其实 而且老实说 他当时跟苏联 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 苏联是支持老骨共的 但是后来他在美国那里碰了个钉子 他当然他的很多做法 的确是严重的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什么没收美国资产 什么什么 那个美国人也很反对他 结果他在美国碰了钉子 然后就跟美国的关系恶化 然后美国就开始制裁他 这个时候他就要找靠山 然后才找到了苏联 找到苏联以后 因为那个人民社会党是苏联的嫡系啊 原来是共产国际系统的啊 那么他就用人民社会党打桥 说我跟你合并吧 一直到1965年 他1959年革命成功的 一直到1965年 726运动和人民社会党和313革命指导委员会 这几个反正当年的反对派组织才合并 成立了后来的古巴共产党 成立古巴共产党以后 当然卡斯特罗掌握军队 革命也是他打下的天下 那他当然就是老大了 那些老骨工后来都被他整得很惨 当时的卡斯特罗在90年代以前 从来就没有来过中国 中国狂热支持他的时候 他也没有来过 真正来过中国的是格瓦拉和那个 当时的古巴总统叫做多尔蒂克斯 这个人就是老骨工的 但是这个人后来一直寓意不得志 后来还自杀了 所以你可以说这个古巴革命 不是古巴共产党搞的 而是原来非共产党人的文青 卡斯特罗搞的 其他几个拉美左派国家也是这样 什么尼加拉瓜的桑蒂诺正线 委内瑞拉的查维斯 他们都不是共产党 这些国家都有共产党的 尼加拉瓜也有共产党 委内瑞拉也有委共 但是他们都成不了气候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共产党都和苏联人一样 他们强调的不是激情 而是所谓的什么科学 理性 你一讲这个东西 他们就会说革命条件不成熟 对吧 他们和那些愣头青 那种二愣子不太一样的 当然了 这是这几个国家 还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 那就是够浪漫的 像墨西哥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墨西哥的共产党啊 整个就是一批什么画家呀 什么什么那些人 你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我觉得他们看过几本 我都很怀疑 但这些人就是非常充满激情 对那个社会上的不公愤世忌俗 是吧 有一种那种 总是想闹点事的那种愿望 那些共产党这种人很多的 我们都知道拉美的很多激进文人 都是共产党人 但是这些人你真的说 他们懂得什么那种理性主义 什么那一套好像很少的 当然文学家 他们在文学上是还是很有建树的 有些人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像智利的那个聂鲁达也是自贡的 像那个墨西哥共产党的创立者李维拉 那时候来大家知道那个苏联的那个 斯大林后来跟那个托罗茨基 闹得水火不相容 把托罗茨基赶走了 托罗茨基最后就是流亡到墨西哥的嘛 他怎么会流亡到那里 就是李维拉把他接去的 因为李维拉也是共产党 而且是同情托罗茨基的 就把他接去了 但是接去以后其实托罗茨基跟他的关系也搞不好 因为托罗茨基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而这个李维拉就是一个疯疯癫癫的那个文青 他的那个情人 现在也是个大名鼎鼎的那个网红 叫做弗里达 哇这个人在墨西哥 简直是被受崇拜的不得了 他的那个博物馆 就是弗里达的那个博物馆 排队排的人好长好长 比托罗茨基博物馆要热闹多了 因为他的那个经历非常之浪漫 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总而言之 这个墨西哥共产党 让我看起来就是一个那种 那种文学青年发泄极情的一个地方 跟那个都是那些疯疯癫癫 放荡不计的浪漫主义者 与马克思考次基曼德尔 这类讲究逻辑和理性演绎的理论家是大不一样的 欧洲的那些左派你可以说有各种类型 包括马克思 包括比那个列宁还要左的 极左的像那个托派理论家 比利时的经济学家曼德尔 欧内斯特曼德尔 那是在经济学界很有名的 虽然他是托派 但是他的学术成就还是很多人都还是承认的 考次基本人也是一个大理论家 这些人他们的思维还是相当甚密的 当然你反过来讲也是相当教条的 但是他们毕竟没有这么疯疯癫癫的 拉美的这些左派 他们真的就是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他们跟苏联都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真的你要说 尼加拉瓜的那个桑蒂诺阵线是共产党吗 尼加拉瓜本来就有共产党 那也不是桑蒂诺阵线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当然可能也反映了 一些更深的一些传统 因为大家知道西班牙就是这个民族就是以浪漫著称的嘛 什么三八五了 什么什么的 反正就是这是一个浪漫有余的理性不足的民族 我觉得他们的左派大概也是有这种特征的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 查维斯马杜罗的胡闹当然是难辞其咎 但是委内瑞拉的经济的确本来也有些问题 我前面讲过本来那个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本身就是已经是有些弊端的 而且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本来就是强调国家干预的 所以可以讲查维斯之前委内瑞拉已经有了拉美病 是吧 这也是事实 查维斯之前的委国工业化已经有拉美进口替代型的一些通病 国有企业政府的不当干预都不是从查维斯开始的 是吧 尤其是我前面提到的委内瑞拉国营钢铁公司 它的规模搞得很大 产能480万吨 比中国的什么武钢啊 包钢啊都要大 比鞍钢小一点 在中国引进宝钢之前 中国老实说没有哪个钢铁公司能够跟他相比的 但是这个钢铁公司啊 因为他搞的不是市场经济 是政府搞的 所以他一开始有一个先天的缺陷 是吧 我在我的文章中写到 就是我刚才没有提了 因为委内瑞拉那个铁矿的确是很丰富 而且也有很充分的电 委内瑞拉又是个产石油的国家 天然气啊什么也是比较多 但是委内瑞拉有个问题 它没有焦煤的 所以它没有可以炼焦的煤 当时世界上正好有一个先进技术 就是没有焦煤可以炼 直接炼钢的 就是所谓的流泰床直接还原法 是吧 是用氢气 实际上不是氢气 是用那个富含氢的气体 主要就是天然气了 大家知道天然气是碳氢化合物中碳氢比例最高的 是吧 是所谓的氢源 就是那个尤其是甲烷 那就更是含氢量是很高的 它用氢来进行还原 直接还原粉矿 不搞烧结的 这个炼铁 大家懂得炼铁的人都会知道这个炼铁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要有 你要搞炼铁厂 你不光是要有炼铁的高炉 你还要有焦化厂 你还要有那个炼焦的企业 你还专门要有烧结厂 是吧 那个什么 要把那个矿烧结成一块块的疏松的 那个能够支撑得住焦炭的什么等等 但是用刘泰床这种方法就比较简单 就是你只要用原来的那个粉矿就可以了 不用建什么烧结厂 也不用搞什么焦炭 直接就可以炼铁 当时认为是很先进的 美国加拿大都搞过工业化生产 已经突破了实验阶段 我后来查了一下 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 也有人写文章说中国也应该搞 中国好像也搞过实验 但是始终没有投入工业生产 美国和加拿大都搞了工业化生产 但是规模比较小 可是当时的委内瑞拉政府一拍脑袋就说 我们要搞一个世界最大的 结果一下火就搞了一个 全世界最大的那个直接还原法 炼铁工厂就是不用焦炭的 但是后来证明这个方法 说是很尖端 但是进行大规模生产 有些工艺问题 他当时是没有解决的 造成的后果就是 这个钢铁厂从一开始就是亏本的 亏得很厉害 我后面的文章写到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后来90年代 委内瑞拉政府就把它给私有化了 是吧 私有化以后 这个问题就开始解决 因为私有化是市场导向嘛 是吧 你什么不赚钱 他就停了什么 是吧 然后就开始搞那个高炉啊 开始发展电炉链钢啊 什么 当时基本上就是算是扭亏为盈了 结果后来查韦斯一上台 又把它再度国有化了 而且再度国有化就在那里不停的搞运动 那比原来的国有化还要糟糕 搞得很糟糕 但是毕竟这个公司在查韦斯之前就已经是亏损企业 他在政府主导下不经过市场试错 而贸然采用所谓最先进的刘泰床直接还原法 而且一步到位都搞到世界最大的规模 如果是市场经济 我想很少有人会这么搞的 尽管美国和加拿大此前已经有了工业应用 但是仍然是小规模的啊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典型的政府企业的那种政绩工程 什么都想要搞 要搞一个先进的大的 是吧 那个经济效益 其实就缺少那种市场试错的 只不过后来 在美国其实已经在纠正这个事 是吧 通过私有化啊 什么什么来解决这个事 但是查韦斯上台以后 不但把那个纠错都一风吹了 而且把搞得比原来更过分 而且这里我还要讲啊 查韦斯的那套能够吃得开 在民主选举的背景下 他能够上台 乃至还在当初还能够得到一定的支持 是吧 现在老实说支持查韦斯的人并不多 但是当初他支持他的人很多 这也是实际情况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查韦斯之前的委内瑞拉 贫富分化的确是很严重 虽然在拉美 委内瑞拉的贫富分化 不是最厉害的 但是整个拉美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比较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是吧 他比那个欧洲啊 美国啊 在这点上都是要严重 这一点呢 应该说当年西班牙殖民模式 和美国不同 有很大的关系 这一点其实我也写过文章 因为我在90年代就写过 关于桑巴特问题的那个讨论 就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应该说啊 很多人都研究过这个问题 不仅桑巴特 尼普赛特这些现代学者讨论过 马克思也讲过这个问题 而且马克思讲的比这些人还要 我觉得还要更极端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马克思当年是非常亲美的 非常仇恶的 这和现在的左派是正好相反的 在马克思看来 美国政治上简直就是无可挑剔 是吧 美国包括美国的 现在左派骂得很厉害的 美国的公民持枪 马克思是高度称赞的 而且认为欧洲应该这样学 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就是 不应该有常备军 就应该像古代的希腊城邦 一样每个城邦公民家里都有枪 外敌来了 大家就都拿枪上 然后打完了 大家都带枪回家去 他就是持这种想法 那个也不是马克思 所有的左派都是这样想的 马克思他 大家知道他写的资本论 曾经大骂原始积累 所谓原始积累 包括那个西方的殖民征服 对拉丁美洲的征服 对美洲的征服也是 也是一个很严重的 跑到美洲去抢金银 去奴役土著 这个骂得很厉害 但是马克思主要骂的是西班牙 他的第二次资本论的第二十四章 叫做所谓的原始积累 就是骂这个的 但是他的第二十五章非常有意思 一般的人都不看 这第二十五章叫做现代殖民理论 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这些西班牙的殖民都是假殖民 因为大家知道 殖民主义现在成了一个贬义词 但是在十九世纪 殖民主义其实是个中性词 因为大家知道所谓的殖民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移民嘛 而且希腊罗马时代就大量的搞这个东西 当时大家谁也没有说 那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 那么马克思认为 西班牙人 这些人在那里搞所谓的殖民 实际上是在当强盗 是在抢劫 那是很不好的 但是真正劳动者移居到一个自由大陆去创业 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好东西 所以他说真正这样搞的就是美国 他说美国跟西班牙就不一样 他说美国的那个殖民者是一批自由农民 那么这些自由农民啊 跟西班牙帝国总督治下的军事征服者是大一起去的 马克思说美国当然也有很糟糕的地方 那就是后来引进的黑奴制 南方用奴隶他当然是非常反感的 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外 美国早期的那些移民从五月花号开始 那些人是什么人呢 那些人都是自由农民啊 那些人到了一个自由 那些人都是欧洲的劳动者 用马克思的那个原话讲 他们是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 宜居满洲 他们在北美自由土地上公平竞争 所以大家都相信机会均等 因为在美国这么一个新大陆 那一批那一批人基本上都是平民 他们也不是贵族也不是官僚 谁也不比谁更有权势 在那一块自由土地上公平竞争 大家都相信机会是均等的 所以在那个背景下 你很少有人想到要什么垄断啊 要搞什么什么什么整个这一套 那个反竞争的伪公平是很难有市场的 后来的李普赛特还强调一点 说美国革命更进一步的巩固了这一点 因为美国在独立以前殖民时代啊 英国有两党制 美国也延伸到美国 是吧 当时英国的两党制可能大家知道 就是脱离党和辉格党 脱离党就是现在的保守党 那带有更多的贵族传统 那个辉格党就是自由派 是吧 那个时候并没有所谓的社会主义者 也没有工党 工党是后来才有的 而且工党如果按照很多人的说法 英国之所以有工党是因为有脱离党 因为他有一个保守的意义 所以就会出现激进的意义 美国就没有工党 也没有社会党 当然现在有些那个白右 说那个民主党也很左 那是他们的看法了 其实一般的说法是 当然你可以说民主党稍微偏左一点 但是比欧洲的社会党那还是要 比欧洲的社会党比英国的工党 那还是要更中间一点的了 我前面也讲过 那个美国独立战争造成的一个后果 就是把脱离党给消灭了 因为脱离党是轻英的 脱离党和辉格党当时都是爱国者 只不过脱离党爱的是英国 辉格党爱的是美国 那么这场战争打完以后 脱离党都跟英国人回去了 那个美国就剩下轻一色的辉格党 所以美国就变得比英国更平民化 我们现在经常有人说那个欧陆和英美不一样 说英美是差不多的 而欧陆是很不一样 其实那个李普赛特这些人都非常强调英国和美国的不一样 而且他们非常重视那个美国革命的结果 那美国革命的结果就使得美国更平民化 大家都是个平民社会 谁也不比谁高明 那就在一起公平竞争 是吧 谁有本事谁上 是吧 那你你有本事你上了 大家也服气 而且我现在很穷 我也不怨天忧人 我觉得将来我只要努力就是可以上得去的 大家对那个机会都是有公平的 所以这样一来就进一步加强了民众个人奋斗的信念 美国人一般来讲他不太依靠国家 所以那个什么奥巴马搞什么一改 在美国要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就不是很容易 但是在欧洲基本上大家都愿意接受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欧洲原来是有贵族传统的 欧洲原来他的竞争起点就不那么公平 大家也就不像美国那么相信所谓的个人奋斗啊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但是那美就不一样 我们知道这个北美的那个白人移民呢 基本上没有受土著社会的什么影响 因为北美的土著当时发展水平比较低 基本上是原始部落 这个原始部落他们人也比较少 而且在那个殖民化以后 他们逐渐逐渐就消失了 有一部分当然是在冲突中就被杀了 但是主要还是生病死的 那么后来美国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土著人 现在当然有还是有的很少了 而且也没有大量的那种那种没死地索人 就是那个混血的那个就是印欧混血的那些人 那么他们基本上就是从欧洲接受来的那个自由平等 而且在美国这个自由土地上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 但是那美就不一样 大家知道所谓的土著人 我们以前叫印第安人 其实他们差别很大 在美洲基本上都是一些原始部落 也没有什么奴役制度 也没有既没有农奴制 也没有奴隶制 也没有大庄园 大家都是一些很原始的部落 但是在南美就不一样 在拉丁美洲当时有阿兹特克帝国 有印加帝国 那都是非常专制的那个中央集权的那种奴役制国家 所以就造成了那个在拉丁美洲奴役和受奴役是 古异有之的 是吧 就是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那印加帝国 你看看那个印加帝国的移民写的那些文章 有一个叫做加西拉索 他写的那个印加帝国回忆 他本人就是印加帝国亡史的 他的回忆就非常之可怕 那的确是很严重的 印加帝国已经有了非常发达的那个所谓的米达制 米达制就是那个有权有势的人 可以让那些无权无势的人为他服劳役 讲的简单点就是农奴制了 这一套东西 所以这个西班牙人 而且大家知道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是 哥伦布1492年到拉丁美洲 然后大规模的征服是从151几年就开始了 大概在16世纪早期就已经完成了 这个时期的西班牙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大家知道14几几年西班牙刚刚打败了穆斯林 那个时候的西班牙是整个欧洲大陆上最中央集权 最正教合一 那个国王就是所谓的天主教双王嘛 一方面是搞宗教审判文明 另一方面又是很强势的 所以他整个就是一个老大帝国 那么他对拉美的征服啊 就是一个就是一个 当时他是个天主教双王建立的 欧洲最典型的正教合一的利害国 这军事政府以后搞的就是论功行赏 殖民社会一开始就是大庄园制 并且继承了土著帝国的米达制奴役经济 美国人除了后来南方有黑奴制以外 美国人是殖民者自己劳动的 但是这个西班牙人呢 到了那里是奴役当地人的 就是这个和美国人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拉美殖民社会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 没有什么自由竞争 没有什么机会均等 没有这一套都没有的 而且拉美社会后来还发现还产生了一个事情 就是他有很发达的卡斯特制度 卡斯特我们现在汉语也把它移成总姓 就是把人画成很多等 每一等的人身份都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印度的总姓制了 印度的总姓制叫做有的叫做家底 有的叫做那个瓦尔纳 其实把家底瓦尔纳和卡斯特都移成 总姓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因为印度的总姓家底卡斯特 瓦尔纳是不能通婚的 但是拉丁美洲的总姓制 恰恰是因为通婚造成的 他由于通婚他就造成了那个出身 各种各样的出身的不平等 那么这个不平等啊 发展的非常之复杂 在拉美啊你那个祖宗三代 是吧你会把人分成很多等 拉美最高贵的当然就是你直接出身于西班牙的那个征服者 是吧西班牙人 当时在拉美叫半岛人 所谓的半岛指的就是以比利亚半岛 你半岛人那是最高贵的 那么半岛人和半岛人结婚 拉美出身的这个土生白人 当时叫克里奥尔人 他的身份就低于半岛人 所以后来拉美为什么会发生独立战争呢 独立战争并不是因为土著人要摆脱西班牙人 独立战争主要是因为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之间的矛盾 就是那些土生白人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然后就推翻那些西班牙来的那些人 因为他们对本地土生的白人就就很不好 那么这个半岛人和半岛人在拉美结婚 生下的土生白人叫克里奥尔人 那是第二等 那么半岛人因为半岛人找半岛人结婚 当时不太容易 那么殖民最早的殖民者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男的 很少有女的 所以那个当地的通婚是很常见的 而且老实说拉美的土著人的基数也要比北美大得多 北美因为发展水平低 本身那个印第安人人数也不是太多 但拉美的印第安人当时就有上千万 和殖民者相比他们的人数是大得多了 在美国印第安人和白人移居美国的白人 人数也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在拉美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拉美人 如果你白人和那个印第安人和土著结婚 那你就叫梅斯蒂索人 那是第三等 如果你这个白人和黑人结婚 后来他们又引进黑奴 那么还有些人和黑奴结婚 如果和黑奴结婚 那你的生下来孩子叫做姆拉托人 这是第四等就更差 然后那个土著人如果跟黑人结婚 那生下来的叫做珍博 那是第五等 这还不算 以上的这几种人 如果再跟其他人结婚 那还会产生更复杂的那些等级 结果你就看 当时的那个拉丁美多啊 就有这么无数的这种等级 就是这个和这个结婚 要比和那个结婚要高出一等 就是假如你同样是一个姆拉托人 就是你那个白人和那个黑人结婚的 黑白混血的后代 假如你这个人又和一个白人结了婚 那么你生下来的第三代 就有了四分之三的白人血统 那么这个人就比又稍微高贵一点 这种人叫什么呢 这种人叫做四分之一黑人 这种人就更高档一点 同样是姆拉托人 假如你跟一个印第安人结了婚 那么你就有了印第安的血统 黑人的血统 当然也有一些白人血统 那你就不如四分之三白人血统的人高贵了 那这种人又专门有个称呼叫做Tino 然后假如这个人又是和一个黑人结婚呢 那就麻烦了 那你就有了四分之三的黑人血统 那于是他又给你起了个称呼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Negrofino 就是四分之三黑人血统 如此等等 这个等级有几十种之多 是吧 搞得非常之复杂 结果当时的这个西班牙统治下的这个 这个拉美啊 真的是一个很不平等的社会 而且你在这种社会中 你就很难设想 这些人会相信什么机会均等啊 什么什么 我想这样这样的社会中的这些人啊 他要么就是忍气吞声 到了一定程度我就来清算你 然后清算你 清算要用暴力 暴力产生权力 有了权力我照样还是这么干 于是我又成了新的那种霸道者 反正就是这么一搞 这个总姓制 米达制 奴隶制 庄园制 加上军工爵等级 官僚科成制等级 使得拉美殖民社会缺乏一种公平竞争的机制 人们不相信个人奋斗 热衷追求所谓的体制的保护 所以这个李普赛特啊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这个结论并不是对拉美而言的 他是对欧洲而言的 这个李普赛特在讨论欧洲和美国的区别的时候 他注意到社会主义在欧洲很盛行 但是在美国并不盛行 那么他怎么解释这个事呢 他说欧洲由于中世纪有贵族传统 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平等的竞争 他说所以人们也不相信平等的竞争 所以就会产生有社会主义这样一种 动不动我就要去军别人的产 而且就是对那个富人 就是财富的合法性是质疑的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你的财富是因为你爸是李刚 并不是因为你就真的是 那个那个那个特别出色或者特别勤劳 你爸是李刚 所以你就富了 那我把你给杀了 我当了李刚 那么我也就富了吗 那个他们相信的是这儿 所以这个李普赛特他曾经讲 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 社会主义是产生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上的 李普赛特说不是 说真正的资本主义土壤上 长不出社会主义来 社会主义只能成长在什么特权的土壤上 什么什么等等 李普赛特讲这个话 他并不是针对拉美 他针对的是欧洲 但是拉美要比欧洲 我觉得是更典型 是吧 因为他的不平等 老实说欧洲后来已经经历了资产阶级 已经经历了那个近代化转型 已经变得很平等的时候 拉美还是不太平等的 在特权垄断的土壤上 最容易支掌 家长支社会主义 这种东西啊 我觉得你到了拉美以后 真的是非常有感觉的 我们这次在拉美就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那个拉美 我前面提到一个人叫李维拉 这个人是墨西哥共产党的创立者 是一个非常左的左派 但是他同时在墨西哥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画家 他最喜欢画的是什么画呢 大家知道墨西哥这个国家最常见的一个特色的美术 就是大型壁画 经常一座大楼啊 什么那个墙面上画了一幅奇大无比的话 实际上就是宣传画 这个墨西哥 你说别的地方有这个左派的宣传画就罢了 墨西哥的政府大楼里头 墨西哥的中央政府 就是现在的国务院中南海 在墨西哥的宪法广场 墨西哥城的宪法广场上 叫做国家公 这个国家公现在是人们参观的 参观什么呢 参观里头的李维拉画的那些很有名的壁画 这些壁画我去一看大词一经 讲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啊 你说墨西哥是一个所谓的 用左派的说法叫资本主义国家 可是他的那个政府大楼里头画的那个画 老实说比中国的那个都革命 你说他画的是什么呀 你看这个李维拉画的 就是这个马克思举着一个什么共产党宣言 这里头画的是这个人 加着一本你看这是什么书 这是资本论 然后你看这两个人是什么 一个是列宁一个是托罗治基 还有一些这个是当然这是墨西哥土产的人了 就是那个维拉查帕塔 就是墨西哥非常有名的绿林好汉 就是那个刚才这位女士讲的 墨西哥最穷的那个州 恰帕斯州 恰帕斯州的农民领袖 他曾经在20世纪初先起过一场农民战争 讲的简单点就是墨西哥的 李志诚张献忠之类 这个政府的大楼里头 都是这种东西 你说什么自由平等博爱 什么什么都没有 就是宣传的这样 我觉得都很吃惊 那如果是这样的 墨西哥的国家工 和共产党的省委大楼有什么区别呢 除了国家工以外 墨西哥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国家文化标志 叫做艺术工 这个艺术工也有同样的景观 他们也是请李维拉来做画 李维拉画的也是这些东西 你看画的这个 就是这个什么列宁 李维拉是接待陀罗兹基的 所以他特别欣赏陀罗兹基 他还画了一幅这个 这个陀罗兹基举的一面棋 这个棋子上写的什么呢 全世界无产者在第四国际的棋制下联合起来 所谓第四国际 大家知道就是陀罗兹基搞的那个 跟史大林对抗的那个 那个那也是一个革命组织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这个话又说回来 这个李维拉和这个 所以我说这些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李维拉和那个弗里达都是 不满斯大林把陀罗兹基接来避难的 大家知道陀罗兹基到了那个墨西哥 就是住在李维拉的家里 如果按照有些的传说 陀罗兹基后来还跟那个弗里达有了某种关系 结果后来搞得他们的那个就闹僵了 最后陀罗兹基又搬出来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当时他们的关系那么好 但是陀罗兹基后来是被史大林暗杀的 这个大家大概也知道 1940年那个史大林派那个一个特工 拿那个兵稿杀害了陀罗兹基 这个非常奇怪的就是 陀罗兹基被史大林暗杀以后 弗里达反而变成史大林的狂热的崇拜者 这个有点搞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像所以我在古巴跟一个哈瓦那大学的教授 谈这个卡斯特罗 他就跟我讲 他说卡斯特罗原来并不是共产党 卡斯特罗自己也是这么讲的 这个都是实际情况 他在美国一直是这么说的 但是后来他突然间变成共产党了 后来那个教授说 那是因为美国人欺负他吗 美国人欺负他 那你美国人不喜欢的我就要喜欢 当共产党就那么简单吗 就是说我在你那里受了气 我就去信一个你特别讨厌的一个主意 我觉得就有点都是一些儿戏一样的 那就特别奇怪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 这种现象真的是比较普遍 所以我这里要讲一种现象的发生 它是有原因的 但是原因它大概也有原因 所以你要探讨这个更深一层的这个东西 当然你也可以一直探讨下去 但是所有这些原因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个我曾经在一些文章中 大家大概也注意到 我曾经强调过一点 人文社会中的关系中的因果 它和物理因果是不一样的 物理因果你可以讲必然 你可以讲由于有了什么 由于有了A条件就会产生B结果 比如说水在真空条件下 100度它会沸腾的 这个就是必然的 你没有什么可说的 当然如果不是真空条件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在人文社会中就不是能这样说的 因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 人有各种选择 所以人文社会中的因果关系 它只能是概率性的 你只能表达为 由于有了A很可能会发生B 但是你不能说必然就会发生B 但是一个因果关系是这样 一个长时段的过程 它往往是一个因果链 因为有了A 所以有了B 因为有了B 所以有了C 因为有了C 所以有了D 假如每一个因果环节 它如果都是那个概率性的 这个概率当然都是低于1的 那么大家知道 整个因果链的总概率 是会逐渐递减的 而且原则上讲 它是会无限趋近于0的 也就是说 假如从A到B的概率是很大的 那么从B到C的概率也是很大的 但是从A到C的概率就要低得多 因此我们很难说 由于有了某种传统 它就必然会如何如何 很多东西还是我们还是得相信 事在人为 委内瑞拉搞得那么糟 当然你不能说 因为是拉丁美洲有这种传统 它就必然会是这样 那还是查韦斯个人 或者马杜罗个人要做很大的责任 那么这些东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跳出怪圈当然是有可能的 那么当然拉美也有几个比较成功的国家 智利巴拿马 哥斯达利加 我前面都曾经提到过的 其实啊 这几个国家真的你要讲的话 他们的成功也是相当不寻常的 因为这几个国家说实在的都是 当然智利应该说资源还是很丰富的 智利铜矿消失 都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智利有很长的海岸线 渔业发展渔业的条件也很好 但是巴拿马和哥斯达利加 其实我们呢 这次从古巴到巴拿马 我们的感觉就很深 这个古巴的条件比巴拿马要好得太多了 而且古巴原来就是拉丁美洲最富的国家 拉丁美洲啊 它的不同的居民成分和它的富裕程度之间是有些关系的 是吧 拉丁美洲有些国家是纯白人国家 或者白人占绝对多数的国家 像那个阿根廷 乌拉圭 还有就是古巴 就是这样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白人 混血种都很少 古巴大概70%的是纯白人 那剩下来的就是美斯蒂索人 什么什么黑人 什么印第安人 那是很少 但是像中美洲的那些国家 包括墨西哥 包括巴拿马 都是 美斯蒂索人 要占到 像巴拿马 75%的人是美斯蒂索人 白人很少的 而且巴拿马没有什么资源 没有什么 那比起古巴来说差远了 古巴 大家知道那是糖罐子嘛 发展农业的条件很好 而且古巴 大家都不知道的是 它还是世界上的 非常之 突出的 烈的产地 古巴输出的东西 除了甘蔗以外 很重要的就是那个 裂和裂和金 是吧 这个是当时也是 一个大宗了 但是巴拿马都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巴拿马当然是 有一条巴拿马运河 巴拿马人呢 就是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他们在主权问题上 跟美国 是叫板 叫得很厉害 那个最终也是收回了 巴拿马运河的主权 为此也曾经付出了 很大的代价 跟美国几次发生冲突 但是他们在社会制度上 他们在那个经济体制上 可以说是传盘接受了 美国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跟主权归主权 这个制度归制度 那完全是两回事的 巴拿马在经济上 在制度上 全盘美化到了什么地步 这个国家就根本 没有自己的货币 就是用美元的 当然也可以理解 因为他原来的巴拿马运河区 就是美国在管理 本来也是在用美元 但是巴拿马其他地方 当时还是有主权的 那个运河区收回来以后 他并没有恢复 运河区的 取消运河区的美元 反而其他地方 也开始用起美元来 巴拿马现在是 原来一直是美洲 很不发达的一个地方 大概就是出一些香蕉啊 什么什么 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 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以金融服务业物流产业为主的 很高端的一个国家 人均产值大概是一万多美元 发展速度也挺快的 那哥斯达利加 那巴拿马还有一条运河 哥斯达利加什么都没有 也是一个纯农业国 原来也没有什么矿账 也没有什么 但是哥斯达利加的政治 在拉丁美洲算是一个奇迹 他长期以来一直以政治稳定 而且一直实行比较稳定的 宪政民主制度著称的 他没有发生过政变 没有发生过强人政治 一直都是很稳定 这个当然也是和哥斯达利加的 历史特点有关 哥斯达利加 他也是姓 不是也是姓天主教的 是吧 也没有什么新教伦理 那么他也是西班牙殖民的产物 但是哥斯达利加可能是因为 他没有什么特产 也不是太富饶 所以西班牙人没有在那里 搞什么大庄园 哥斯达利加是一个 由小农组成的国家 不是一个大庄园的国家 所以哥斯达利加 我想这个大概是 这个是我的猜想了 大概这一点 是和他的民主制度运行的 比较正常是有关的 这个地方的人 谁也不比谁强 大家都还是相信公平竞争的 这个国家就是在拉美 也算是宪政民主的模范了 运行的也很正常 那么最近这20多年来 他的经济发展速度在整个中美洲是仅次于巴拿马的 那么如果你跟巴拿马和那个古巴相比 那这个反差就太大了 我们这次到古巴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 当然这幅景象要说令人吃惊 也不算太吃惊 因为我们在改革以前经过的就是这种现象 公路上跑的都是马车 还有一些老爷车 整个城市破破烂烂 除了那个西班牙人在那里搞的建筑都是巴罗克斯建筑非常漂亮 而且是整个美洲最漂亮的 因为大家知道拉丁美洲在19世纪初发生了独立运动 从1810年到1821年整个拉丁美洲大陆都摆脱了 西班牙的所有的殖民地几乎都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 只有古巴是选择留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的 古巴后来成了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一个唯一的据点 一直又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西战争 美国才帮助古巴人把西班牙人给赶走了 所以这个西班牙统治在古巴留下的痕迹 比拉丁美洲任何地方恐怕都要多 他的那个老城区那些巴罗克建筑的确是美轮美奂 但是革命以后做了些什么呢 老实说革命以后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做 任何一座像样的房子 而且老实说你说这个民族主义的特征就是要搞进口基带型工业化 我们不甘心只是出口单一原料 我们要搞要建立一个工业体系 你说卡斯特罗 他原来他并不是个共产主义者 但是他至少应该是个民族主义者吧 但是在卡斯特罗时代 他就基本上没有搞什么工业化 他还是按照苏联人的那个社会主义分工的原则 在社会主义阵营中 你就给我生产蔗糖和那个蔑 别的什么都不搞 所以到了现在 他的革命也搞了几十年了 现在什么都不能生产 苏联后来垮了以后 他的日子是极其难过的 现在也显得非常之落后 我还没有给大家看到更多的 在那里真的是就像回到了我当年插队的那个时候 到处都是所谓的供销室 在供销室 那个柜台上空空荡荡 卖的都是那个政府配给的东西 一大早就有人在那里排队 领那个政府给他们发的便宜 倒是很便宜 几乎是没有钱 不用钱的 但是那个极其贫乏 每个月给他们配给什么多少糖啊 多少油啊 多少肉啊 什么什么 然后大家就排队去领这些东西 而且这些东西是有的时候有 有的时候没有 他们规定每一个月 每一个家庭能够配给多少多少个鸡蛋 但是那个导游跟我说 已经三个月没有鸡蛋了 结果后来我们在那个餐厅 那是帕瓦那唯一的五星级餐厅 卡宾司机 在那里吃早餐 早餐是自助的嘛 那里都是有鸡蛋的嘛 结果那个领队说 你们每个人偷偷尝一个鸡蛋 交给那个那个司机 那司机已经几个月都没有吃过鸡 搞到那种地步 那真的是让人吃惊 古巴的那个老百姓啊 那个旅行都非常的困难 因为他们非常穷 坐车的钱都没有 你在古巴的公路上 到处可以看到那些人招手 拦那个 打那个顺风车 这个老师说 使我相信 我当年插队的时候 就是这么干的 就是去拦那个顺风车 当然主要是货车了 那个时候连班车都很少 而且我们知情都知道 一定要有女生去拦车 男生去拦司机都不停 女生去拦司机就停了 我们几个男生躲在树荫的后面 古巴现在就是这样 我们那个在古巴开的车 走一路上都有人在那里 还有些人 男车他还挥着一张货币 意思就是说 我不是白男女 我还是会给你一些钱的 当然那个钱很少了 那个简直是 更多的人就是坐马车 古巴的马车 是正式的交通工具 是可以载人的 我想到我们当年 还是经常在那个 乡间旅行的时候 做那个手扶拖拉机 后面那个拖挂 那么走 手扶拖拉机拖挂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那个手扶拖拉机的转向 是非常之麻烦 是吧 这个但我就不多讲了 这个非常危险的 严格的说 坐马车要比坐手扶拖拉机 还要安全一些 是吧 但是也是够狼狈的 他农村里头 乡间公路上 那城市以外的公路上 有马车就不说了 连城里都是有马车的 那个城里头 那个道路上都是什么牛啊 马就是跟我们改革以前的 那个状态一样 是吧 那些什么牛车马车和汽车在一起走的 那个简直是 但是古巴现在也在变化 就在我们在古巴期间 1月24号 古巴就开始进行所谓的宪法公投 它的修改宪法 主要是改了三点 一点就是领导人实行任期制 废除了终身制 第二点就是承认私有财产 不再搞共产了 第三我忘记是什么了 那个选票上只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C 一个是No 就是赞成 还是不赞成 它的选举也很有意思啊 这个层层动员 满街都是那个政府的标语 就是C 也就是说赞成 贴的那个标语 这个标语上面写的就是 我投赞成票 为了什么呢 为了社会主义 为了革命 为了我的家庭 为了我本人 然后说是就说那个社会 这个我想啊 就是你看看他的这种投票方式 很社会主义 但是他其实是用社会主义的方式 在摆脱社会主义 那个投票站也非常有意思 我们去看那个投票站 有几个少先队员在那里 你投票了以后 这少先队员就 给你进一个 给你进一个对比 他那个对比跟中国还不太一样 中国的对比是这样的 他是这样 那个挺有意思 而且我们在一处农村看到的一个投票站 更有意思 他在一个中国援助的问题 一个救灾 救灾帐篷里头 那么还有四个字 民政救灾 现在也在那里搞那个投票 我想古巴将来也会有一些变化 古巴的条件其实是非常之不错的 不过古巴的变化 跟我们正好是相反了 这个我们在废族任旗帜 他们在 他们在实行任旗帜 所以我觉得这个拉丁美洲啊 这个的确有很多 使人感到非常有感触的地方 那么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允许拼命库的存在 是不是可以 不如说说 也可以至于高房价一种环境 我觉得跟房价关系不是很大 因为那个 拼命库本身它也是 因为有两种嘛 一种就所谓的连租私屋 它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行为嘛 至于那种所谓的用空地 斯大乱建的那种 我觉得假如说不允许它这样做 那他们会不会就去买房 这也很难说 有的是它如果你真的是 不允许他们低成本的在城里住 那就可能就会造成家庭离散了 它不一定对那个房价有多么 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因为那个如果假定是一个市场 那也是一个非常低端的市场 这个罗伯特科格尔会提出了 就是美国南方这个 独自治经济的这个 效应高 它有这个观点嘛 是吧 您这个十几年前就已经提出了 这个低人权优势 对这个可能产生的后果 都是这个系统阐述了 这个反正不管他们 欧美国家看了看过你的住宿 就是中美贸易战这个 我感觉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并且采取行动了 我的问题就是 那如果是在中国政府 有一些东西 咱们知道它可能是 绝对不会让步的 在这个前提下 那中美贸易最后打成的这个协议 能有多大 或者说打到美国人满意的 这种协议 您认为这个可能应有 反正这种不同制度之间 通过那个贸易 实际上互相影响 这个我觉得 应该说就是所谓的冷战了 而且是比原来的冷战 还要更符合 它的本意的冷战 因为所谓的冷战 就是它除了不是热战以外 不是真打仗以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实际上是不同制度之间的一种冲突 如果它制度一样的国家勾心斗角 那就不叫冷战了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 修习抵得陷阱这个说法 其实是非常不对的 因为它就 它就把这种中国和美国 或者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单纯理解为几个就几个大国 就是要勾心斗角的 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里头 因为它有制度的背景 肯定是不能只是说 就是只要老大和老二 就一定要互相咬 这个不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以前的所谓的冷战 它只是因为有 由于有了核武器 谁都不敢轻易真的打 造成了一种恐怖平衡 实际上你说以前在那个苏联 和西方国家 苏联集团和西方国家 都基本上是隔绝的 以前叫两个平行市场 不是一个传球化市场 在两个平行市场的这个状态下 实际上双方真的通过和平交往 进行互相影响的 那个力度是很小的 我经常讲就是你说 1929年西方出现那么大的危机 并不影响苏联的当时的工业化 还是速度还是挺快的 那反过来讲就是 中国和苏联和很多国家 在那个时候都会饿死人 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 那个人道灾难或者人权灾难 但这并不会对西方的那些人 产生什么影响 但我们现在全球化就不一样了 就等于是实际上通过这个贸易 一种制度影响另一种制度的那个力度 要比以前更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倒真的就是一种冷 名副其实的冷战 就是双方 不管你意识到与否 你都是在互相 你都是在和平演变对方 所以我觉得理论上讲 由此产生的矛盾是不会消除的 你当然是可以达成贸易战 当然是可以达成协议 你热战也可以达成协议 短暂的停战什么什么都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矛盾是很难消除的 矛盾的消除 我觉得还是要靠 真的要说没有这个矛盾了 那就是双方的制度趋同了 当然这个趋同不见得 就是他们改变了我们 也许是我们改变了他们 也有可能的 劣币取足良币 我们把他们的福利国家搞垮了 他们和我们一样搞血汗共产 那也就算是 如果真的是到了那个时候 并不是说国与国之间就没有矛盾了 但是那种矛盾 那就变成是真正的所谓 休息抵得陷阱了 和社会制度无关 就是老大和老二之间的 比如说以前 德国超过英国 美国超过德国 或者是中国崛起以前 日本曾经有一度好像是 有人认为它会超过美国 引起的矛盾是一样的 这种矛盾我觉得要比 那就不能说是冷战了 这种矛盾 而且这种矛盾 发展得非常严重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其实我想问个 墨西哥的问题 就是我到过 尤卡坦半岛的矛盾 然后到过北 刚到墨西哥城 发现那个 就墨西哥城 因为事先独到的情况是符合的 但是到尤卡坦半岛的矛盾 完全是另外一个墨西哥 是美里达吗 是什么地方 尤卡坦半岛的什么地方 那个半岛差不多都怪 在那个半岛 其实 你像什么坎坤和那个 和有些地方差别就很大了 对 坎坤是另外比较不同 因为它是开发的 对呀 坎坤 那些玛雅人去 非常的不一样 那么我在那边 有问当地的人 他们就说 玛雅人 玛雅人后裔的地方 跟那个阿兹台克人 他们的后裔的地方 就是很不一样 然后有当然讲到 一个历史性格 但是我知道就是这个 人化的角度 我们不去讨论 但它有一个毒品 我看了 对 那么除了这个毒品的因素以外 还有什么因素没有 就是造成南北方 比如说在治安 社会生活 公司 社会发展方面的 差别 非常明显 其实我觉得 尤卡坦半岛并不是最典型的 那个墨西哥最穷的地方 应该是那个恰帕斯州和那个瓦哈卡州 就是靠近太平洋的那个地方 也可以说是它的最南部了 那里是比那个北方要好多 但是那里好像并不是玛雅人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大概都有穷的地方和富的地方 墨西哥这个国家当然是有一些毛病的 我后面要也要提到 但是你说它和什么民族性有什么 这个我倒真的是好像也很少有人这么说 假如说假如说白人好像比这个土著更优越一点 或者说是什么比黑人更优越一点 像这样的这种倒是有人 或者不这么说 大概也有人这么想 但是就是在同样是那个非白人中 说玛雅人更糟糕一点 还是更优秀一点 好像我都没有怎么听说这个事 另外这个尤卡坦半岛的内部差异就很大了 你刚才讲的坎坤是很不错 还有那个尤卡坦半岛的那个西岸 其实也是不错的 因为尤卡坦半岛的西岸是墨西哥的石油产地 什么坎佩切啊 卡门港啊这些地方 也是相当富的地方 你讲的尤卡坦半岛比较穷的 大概是指那个美里达州内陆的 尤其是靠南方一点的那些地方 那玛雅遗迹坎坎坎坤的旅游点旁边就有两个玛雅遗迹 玛雅遗迹很多啊 但是在那个乌斯玛尔啊什么什么那几个 那几个反正靠南边那一点是比较穷 但是也不是最穷的 你继续往南走过了玛雅地区到太平洋原岸更穷了 那里也不好 就是那个恰帕斯州不是经常 这历史上不是几次大的动乱什么 什么那个维拉插帕塔起义啊什么什么都是在那里发生的嘛 前几年大概2009年那里不是谈出过事的吗 就是墨西哥应该说是最穷的地方 但他最穷可能原因很多了 我都没有至今为止 当然公开讲可能这就是政治不正确了 但是至少在私下 好像我也没有听说 谁会讲这个恰帕斯州啊 那个恰帕斯和那个瓦哈卡这两个州 他的原住民就是不是梅斯蒂索人啊 不是混血的人 就是那个纯的土著人占的比重的确是比较多 但是他们好像不是玛雅人 其实这个事情呢 中国人很早就已经弄清楚了 这个party是中国从西方接触以后 觉得这是个很好玩的东西 而且中国以前是没有的 用党这个词来翻译party是日本人开始的 然后中国就接受了这个翻译 可是中国人接受这个翻译 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汉语中 以前党这个东西是带有强烈的贬义的 凡是汉语中沾党的词都不是什么好词 什么死党啦 什么乱党啦 什么党货啦 党雇啦 捧党啦 什么党同伐义啦 什么结党淫私啦 孔子都讲过所谓君子 群而不党嘛 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人从日本人那里 把用党来翻译party 而且说这个party中国是应该搞的 那当时就有很多人讲说这个党和中国汉语中讲的那个党是不一样的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政党和会党或者政党和捧党是不一样的 当时就有人讲了很多那个那个标准 我觉得这个标准都是成立的 也就是说当时中国人就已经弄懂了什么叫做政党 不是拉帮结派就是政党的 政党必须有几条 晚清的人都讲得很清楚嘛 第一就是政党是以那个政见来结合的 不是以什么对领袖的个人依附来结合的 是吧 我们有共同的政见结合在一起 我们要假如我的政见变了我就走了 那捧党就不是会党也不是会党那就是忠于某一个什么什么 那如果你你要中途下船那你就是背叛那是不行的 还有政党是用清朝末年的那些人的说法叫做明目张胆主张国事者 就是他的那个主张是明确讲的 我不同政见就是不同政见 但是那个彭党和会党都是搞阴谋诡计的 还有就是说政党是他强调的是他与别人的不同 但是他并不想灭掉别人 但是彭党和会党经常都是什么你死我活的 反正总而言之吧 说那个政党是自由公民中间可以自由结合 也可以自由离开的 讲的简单点就是只要是政党就没有什么叛党不叛党之说的 那么我跟你政见一致我就加入了政见不同就走了 但是会党和彭党就不一样 那就像田地会一样你你要入党要宣誓的 你要离开的话那就是背叛 那就是叛徒什么他讲了很多 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其实很清楚 当时的革命党因为都是处在地下状态 他们也要和会党经常有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 但是他们自己也很清楚 比如那个孙中山 他在那个刑害革命以后搞了一个中华革命党 那是很强调组织纪律很强调什么什么 但是孙中山在搞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就明确讲了 说我现在搞的这个党啊是属于革命党 他当然没有说我搞的是会党或者彭党 他说这个革命党是要靠要讲纪律的 不是自由进出的要讲什么 讲的简单点就是地下党了 他说这个非政党也 也就是说我现在搞的不是政党 我要革命成功了以后 我这个党就变成政党了 就不搞这一套了 所以说你说那当时的那些人呢 他也知道在专制条件下 在秘密条件下 你也许是搞不成像西方那种政党那样光明正大那样去 但是他们都认为 就是如果我实现了我的目标 我就应该比如说我掌权了或者我什么了 那我就应该改变这种做法 我就应该变成一个政党是合法的 或者说甚至都已经掌了权了 还像那个会党或者彭党一样 那强调什么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啊 不准随便退出啊 要忠于谁啊还要宣誓啊 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像政党了 真正的政党 还有一条就是政党是为了选举而搞的 讲的简单一点 政党政治其实就是选举政治 两派武装在互相争夺天下打仗 那就不能叫做政党了 项羽和刘邦绝对搞的不是什么两党制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是很清楚的 什么叫做政党 当然了在专制条件下 有的时候民意叫做党 实际上可能并不符合政党的这个标准定义 但是通常这些人他们还是会认为 就像我前面讲的神中山一样 他们还是了解什么是政党 他们还是准备在将来的适当时期 还政党的本来面目的 现在我想问一个失败国家的问题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将近一年前的 经济学人有一篇文章 他提到一个成熟国家失败这个概念 就是 sophisticated state-fated 然后他讲的主要就是像英国啊 欧洲的西欧的德国出外有几个主要的国家 在国家治理方面 他不是说他们的治理完全无效 而是说他就是简单重复维持现状 而失去了解决新的问题的那个能力 所以他把这个称为 sophisticated state-fated 那么您今天也提到就是 另一类的失败国家 我们也看到不同的地区都有失败的国家 那么也可以看到就是 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 他们在不同的层次上产生这个失败的问题 就是治理失效或者治理失败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放在那个全球化这个地域里面 还是说其实这个当成一个一类的问题来看 其实都没有道理 就是怎样来理解 失败国家当然是有各种各样的了 假如你说连英国这样的国家都算失败国家 这个好像这个范围就很大了 好像就是不是特别出色的国家 都算失败国家 那就那世界上大概有一半国家都是失败国家 我觉得失败国家显然就是有很多问题 他没有办法处理 但是这些问题是不是全球化造成的 这个倒很难说 有些国家是的确是不能适应全球化 而且全球化造成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宪政民主体制 不是说某一个国家 就是这个体制现在都没有 他们以前都没有面临这种问题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 这都是未来他们需要面临的一个考验 那个现在的比如说那个什么 如果你真的要说在欧洲有什么失败国家 可能还轮不到什么英国吧 通常讲的什么欧洲国家 那可能要比英国更失败了 但是那些欧洲国家除了别的因素以外 他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比较直接也是有关的 比如说那个难民危机啊什么 由于他们在地中海北岸嘛 他们可能就更容易受到冲击 这个我觉得应该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了 我觉得所谓的失败国家 不能一概而论的 没有一个统一的原因 说这些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而且有些国家你也不能说他就是天生的失败国家 比如说中国在改革以前他一直就是很失败的 经济搞得那么糟 社会动荡不宁 整天搞运动不断的折腾人 那也是失败了几十年了 但是改革以后他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嘛 所以一个国家是不是注定了他就永远失败 这个也是说不来的 对您的观察 您觉得现在民粹主义在全球有新的蔓延的这种趋势 特别是欧洲发生的 其实早就有人谈到这个问题 在冷战以后 我记得那个当时欧盟的一个好像是普罗迪还是谁 他在九十年代初他就讲过 他说冷战以后好像这个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好像解决了 他说但是有新的考验 新的考验就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他讲的这个还是很早的 我们大概也是在九十年代初就写文章说 民粹主义可能会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那是很早就有人说过了 现在在那个勤求化的过程当中 应该说中国还是得到很多的实际利益 但是现在又发生了一些例种 特别是和美国和欧盟这些国家 在贸易上产生了一些增担 但是这些增担我认为是该发生的时间的 那么就说这个增担的出现 以及我们本国的近几年 就是搞了那个国企做大做强 以及民企在那一个发展过程中的空间 收到了亚苏 那么原来的那一套生产方式 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一种亚苏和制约 那么新的那一个生产能力 或者创新能力没有发展起来 假如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 我们的制度不改变的话 那么未来会可能啊 就是说对我们那个经济的影响 或者说我们政策的影响会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 这个如果是传球化继续 那就不是对我们有影响了 那对整个世界都会有影响 是吧 如果传球化逆转的话 那就是肉乱在锅里边 你像朝鲜 你这在朝鲜发生饥荒 也不会影响到别人 所以我觉得韩国人其实老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其实曾经跟韩国朋友说过 我说他们最严峻的考验 并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金山胖没开放啊 什么什么 整天跟世界作对 真正严峻的考验是金山胖如果搞改革开放了 韩国怎么办 那很有可能就出现我讲的那个什么 昂纳克预言式的那种状态了 那个时候韩国他没有一个好的对策的话 是很麻烦的 如果是那种状态下 那这个朝鲜的这个制度不敢影响的 就不是朝鲜自己了 当然反过来讲 我觉得像这种东西它也会引起反弹的 这种反弹就是由于你有这样的这种后果嘛 所以到时候其他人 其他方面也会施加更多的压力来迫使你变的嘛 反正总而言之 你要是完全不同的规则的那些国家 你要说正常的在一个全球化背景下 做生意能够长期搞下去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秦老师 就是听您今天讲的委内瑞拉的这种现象 感觉和现在东北有某些地方有点类似 那秦老师对东北没那么严重吧 有一点点类似 那秦老师就是对东北振兴怎么看呢 想请听一下您的意见 其实东北振兴本来就是个伪问题 老师说东北如果中国人或者中国的财产 中国的这个市场是完全开放的 有什么振兴不振兴呢 哪里好就到哪里去嘛 你说东北现在造的一塌糊涂 像海南岛的房子都是东北人给买贵了的 东北的富人有的是 这个事情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个 欧洲现在这个伊斯兰 伊斯兰难民潮 比较的趋势已经对欧洲的影响 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这个 这个问题好像以前我曾经跟别人有过一场讨论 就是那个关于穆斯林和什么基督教 是不是会有文化冲突啊什么 这一类的问题 我的倾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文化冲突 如果真的是 比如说他们是搞那种不宽容的 我是搞宗教自由 政教分离 他是搞政教合一 那个宗教审判的 那这两种东西的对立 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化的对立 因为基督教以前也搞过宗教审判嘛 以前也搞过那个政教合一嘛 这个政教分离 宗教宽容都是近代的事嘛 所以根本都不是什么文化的区别 也不是什么伊斯兰和基督教的区别 本来就是中世纪和现代的区别 真正的问题就是穆斯林的现代化改革太慢 或者说辞职都提不上轨道 而且你真的要说所谓的移民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觉得限制伊斯兰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但是限制那种持有政教合一 那种异端审判 宗教征服的那些人 得力量越来越大 我觉得这是必须做的 这并不是因为你信的是伊斯兰 而是因为你随时要搞圣战 那对谁来讲都是威胁啊 说不仅对基督徒是威胁 对穆斯林本身也是威胁 这位女士 他刚才说 说委内瑞拉很像东北 但是我突然想到委内瑞拉很像 它的石油矿产 以及它的今天的领导阶层的构成 很像俄罗斯 是不是委内瑞拉的今天 有没有像俄罗斯的名片 我倒觉得不太像 因为我下面就要讲到 其实查维斯搞的那一套 和那个欧洲马克思主义 正统共产党啊什么 都有很大的区别的 跟苏联的区别 跟你讲的俄罗斯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今天普京时代和后普京时代的 普京时代 当然你也可以说 普京时代 它是在逐渐专制 但是现在 反正欧洲人看来 它已经很专制了 但是中国人看来 至少我看来 它还是比我们 这个就不用说 至于它未来会怎么样 这个很难说 它跟委内瑞拉也不好比 因为它毕竟它原来是个极权国家嘛 这个它普京的问题 俄罗斯的问题是 极权国家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波折 这个委内瑞拉就是另外一回说 它历史上 委内瑞拉从来也不是个极权国家 现在 马杜罗好像要把它变成一个极权国家 能不能变得成现在还很难说 我后面就要提到 它那种做法 跟毛倒是有点相似 但是跟斯大林都是很不同的 斯大林绝不允许在企业中这么 胡来动不动就搞运动呢 什么什么 苏联搞的那个马刚宪法 那在计划经济的范畴内 还是用他们的说法 叫做很重视科学的 但是计划经济的一些弊病 你再重视科学也解决不了 毕竟比那个那种胡闹要强得多了 陈教授 我想问一下 中产阶级陷阱的名字 好像也是和拉米有点关系 最近我们看见拉米好像 那种每月拉米 包括巴西也好 巴德亚也好 原来那左派好像都下去了 就变成了最高经济执政 那么拉米的国家 未来能不能走出中产阶级陷阱 叫巴西 不是中产阶级 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概念我觉得是比较含糊的 提这个概念的人也都没有解释过 为什么中等收入会有陷阱 而且他们所谓的中等收入的定义 也是有点稀里糊涂 我不太主张有这个说法 至于拉米 现在当然从总的趋势来讲 显然是最近是一次又开始转向 但是拉米转向已经很多次了 我觉得不管是左还是右 关键是在于它不能在一个怪圈中循环 是吧 就是我前面一开始就提到 拉米的左派容易 容易民粹 右派容易寡投 是吧 所以我觉得他们如果要走出怪圈的话 这两个方面都要做工作的 也就是说 现在 假如现在像开始向右派拐 向右拐了 那么就应该防止它出现 再度出现那种寡投化的局面 因为拉丁美洲始终是一个 它的特点之一就是它 一直是那个社会不平等 非常之严重 是吧 那你说左派是喜欢搞共产 那现在变成右派了 右派会不会又搞成那种 导致那个社会不平等 变得更厉害呢 是吧 如果是这样的 它还是真的反反复复的 所以我觉得它是要 你可以说右派搞自由主义 搞自由主义 左派搞福利国家都是可以的 但是 但是那个 那个那个 比如说如果你说 左派搞成那个为了穷人 去清算富人 右派又搞成 特权帮助富人去掠夺穷人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反反复复 那你就老是走不出来了 请教授 我想问一下 拉美主要的这个经济体货国家 在政治和经济上 对我们有哪些主要的界点 现在这个 现在中国人 其实是不太瞧得起拉美 但以前对拉美还是非常之 我前面提到过嘛 那个经常那个时候 八十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很多人都讲什么 拉美奇迹啊什么 包括那个 那个巴西啊 那个阿根廷啊 而且那个时候 进口替代型工业化 对中国的吸引力 也是挺强的 因为中国实际上 也搞的是这个嘛 中国也是想建立一个 所谓大而全的工业体系嘛 何况 我刚才已经讲了 进口替代型工业化 他比较强调国家干预啊 什么什么 这是针对西方而言的 如果针对中国而言 他们他们的进口替代型工工业化 比我们的市场成分还 比我们改革前的经济 市场成分还是要多嘛 所以对于中国当时的 高度是激化经济条件下 走出来的这个社会而言 那他们也然仍然算是 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兵了 是吧 你就是再国家干预 也比中国当时要要要 要要要要要要开放的 他们基本上搞的 还是市场经济嘛 所以那个时候 中国看的比谁都比中国要好 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现在嘛 我觉得拉美有些国家 那个那个发达程度 还是超过中国的 毫无疑问的 就这总量 整个拉丁美洲平均人均GDP 到底是中国高 还是他们高 现在我好像 我没有 我没有查过具体的数字 在2008年 中国人讲拉美陷阱 拉美话讲了很多的时候 江石学和郑炳文 他们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的政府所长 都不悦而同的提到说 拉美的人均GDP要比中国高 是吧 但是这是十年以前的情况 现在是怎么样 我就不知道了 那个 那个这十年中国的增长速度 应该说还是不慢的 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都处在 比较乱糟糟的状态 那所以现在当然 那个中国是不是已经超过拉美了 觉得很难说 您刚才提到私有 就是古巴在进行这个修建 他听起来很受服务 就是我之前的印象是说 中国似乎缺乏对于私有财产的 尊重和保护这样的思想上 如果这个是一个基本事实的话 那么在中国实现 对于私有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达到西方的这样一个 私有产权的一样的保护之路 这个可行性和超过性是不是 我觉得当然中国是应该 朝这个方向努力 而且也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效 但是总是受到既得利益 受到那个意识形态的阻碍 最近好像又有倒退 但是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压力嘛 所以前段时间不是说什么 私有制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什么那个把话讲得让人听起来 有点毛骨松然 吓得很多企业家都转移资产 那个移民的移民什么的 搞得很紧张 结果中央又跑出来放话 而且讲了很多很相反方向的那种过头的话 我觉得那些话也没什么好处的 说什么你们企业家还是我们的自己人呢 这些话听起来都是怪怪的 企业家是自己人的工人是不是呢 如果所有的人都是自己人呢 还有那这句话还有什么意思呢 本身就有很奇怪呀 什么叫做自己人 非自己人 你既然是公平竞争 就不应该有什么自己人 不自己人的说法了 还有一种说法 就更奇怪了 由于一些企业家 好像有一些那种很左的话 把大家吓得不轻 好像某一个领导 我不记得是谁了 然后就开始说 哎呀 说你们这个民营企业 你们放心去干 就是违法了也不要紧的 就是说哪能这样讲话 其实中国缺的就是一个公平竞争 缺的就是一个同等对待 也不应该稀罕你有什么特殊的照顾 照顾你照顾得了谁呀 而且你照顾假 你就侵犯了乙嘛 给谁某种特殊的待遇 都是对其他人的 没有受到照顾的人的一种损害嘛 是吧 所以我觉得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一视同仁 就是那个大家公平竞争 是吧 谁也不要说是什么自己人呢 不是自己人呢 谁应该受到照顾啊 不应该受到照顾啊 其实特朗普本身我觉得都没有意识到 中美之间的那个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他不光是特朗普 很多美国人都是这样 他们其实啊 我美国现在有人提出 中美的关系是所谓的新冷战 但是真正比较有力的解释 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没看到 但是我觉得的确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实际上现在很多人 包括西方人 他们还是把中国和美国的 这个冲突理解为 这个利益之争 包括那个写着本书的那个阿里森 就是那个提出所谓的 休息底德陷阱的那个人 他也是这样看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成问题的 包括特朗普本人也是一样 他讲的那个 他搞那个所谓的贸易战 当然是反映了中国和美国的这个 在传球化过程中的这个生存矛盾 但是这个矛盾 真结何在 我觉得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的很清楚 所以他还是把这个事情看成是 美国多得一些利益 或者中国多得一些利益 这样的考虑 实际上老实说 我觉得真正要针对中国 在传球化过程中 低人权优势可能产生的那种 劣币驱逐良币的那种 制度性的威胁 最有针对性的 还是要求中国改善人权 因为你这个低人权优势 你要改变这个东西 就是得提高人权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 在西方普遍不受到重视 原因就是特朗普自己也是这样说的 说这个人权这个东西 我们讲了几十年 好像没什么用 那干脆就别讲了 我们只讲利益算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个出路 我们要研究一下 为什么以前讲这个东西作用不大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现在才有 当年西方对那个苏联集团 就有这样的问题 当时不是有荷尔兴基协议吗 荷尔兴基协议以后 西方就对苏联搞人权外交 经常说苏联要解决这个人的人权 那个人的人权 而且还成立了一些什么 大社国际啊 荷尔兴基监督小组啊 这一类的那个组织 但是后来就发现对苏联影响不大 苏联人对此也很冷漠 到底是为什么 是因为苏联人不重视人权吗 当时有一个苏联读者就写了一封信 这个封信后来是被 那个苏联的很著名的 左派持不同政见者 又叫做民主列宁主义者 还声称他是列宁主义 但他要求民主的 这个人叫梅德威杰夫 不是后来当了总理的那一位 他写过那个 骂斯大林的那个两卷本的 叫做让历史来审判 那是个很有名的人 他说西方现在向苏联提人权问题 可是提的基本上都是极少的 那几个持不同政见者的那些处境 比如说你应该放这个人啦 你应该让那个人出国啦 什么什么 他说像这样的人权主张 对一般的苏联人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一般的苏联人觉得这个事情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他说你刚讲这些东西 倒不是说这些东西不该讲 但是你光讲这些东西 的确是不容易引起 不容易对那一般人产生影响 因为一般人感觉不到 这个东西对他到底有什么 他说但是苏联的人权问题 难道不是腐蚀皆是吗 他说比如说苏联的那个劳工 工会结社权的问题 比如说什么什么种种种 他一下子列举了好多 那个什么集体农庄 庄园的什么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列举了好多 他说这些东西难道不是人权问题吗 再想想 为什么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会被 瓦解呢 西方的人权问题 为什么在南非提出的人权指责 为什么在南非很有效呢 因为国际社会提出的人权问题 在南非事关多数人 他讲的种族隔离问题 是涉及到 是涉及到南非大多数黑人的 那个切身利益的 如果西方只是要求释放曼德拉 别的一概不提 那老实说根本就没有什么 那一般的黑人 会觉得这个对他有什么关系 他们抓了曼德拉又没抓我 这个释放曼德拉不释放和我有什么关系 但你要提到种族隔离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我觉得 不是提人权问题没有用 而是这个人权问题 我觉得西方是有这样的事 很多同样的问题 只要你肤色不一样 它好像就是问题 如果肤色一样就不是问题 我写的那本南非的书 我就说中国的那些 所谓的外来打工者那些态度 那就和南非种族隔离条件下 对黑人是一样的 可是这些问题在西方看来就是人权 在欧洲 在南非这些问题就被看成是人权问题 在中国那就不是人权问题 至少是外国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是吧 为什么呢 那无非就是我们农民不幸的是 长的肤色和城里人是一样的 你就感觉不到这个歧视的存在 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滑稽的事啊 其实这个事不光是中国是这样啊 那个西方它当然传统上有政治正确的那个传统 是吧所以你比如说白人欺负黑人 西方抗议那是正正有词 义正词言 但是如果黑人欺负白人呢 就没有人敢说的 基督徒迫害穆斯林啊 那会引起公愤啊 大家都去谴责 但是如果穆斯林迫害基督徒 好像是没有什么人说的 是吧比如说那个苏丹 大家知道那个西方对那个达尔福尔问题特别重视 所以南苏丹问题就基本上没什么人说 为什么呢因为南苏丹是基督徒 那个苏丹政府是穆斯林 如果你去支持南苏丹 那就有搞十字军的嫌疑 是吧那就有什么基督徒去整那个穆斯林的那个嫌疑 那达尔福尔为什么可以讲呢 因为达尔福尔也是穆斯林 那就好说了 这个的确是有这样的现象 我觉得在人权这个问题上 的确是应该有一个一碗水端平的一个 就是人权问题就是人权问题 你黑人的这种问题是人权问题 非黑人的也应该是 你这个黑人对白人搞种族隔离 是很不人道的 你这个中国的这种户口制度对这个乡下人搞这种隔离 那也是同样的不人道吗 何况我在文章中也提到 其实中国搞这一套的力度 要比那个南非有过责无不及的了 假如你这些问题你都不提的话 那当然这些你讲的人权问题是肯定是很苍白无力的了 你整天讲要放这个要放那个 那和一般的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啊 何况真正在全球化中影响所谓的对低人权优势 也不是什么针对几个齿不同政见者的那个优势嘛 想的简单一点 你那个那种选害劳工制度是不是人权问题啊 强制裁前是不是人权问题啊 驱逐低端人口是不是人权问题啊 这些都是人权问题啊 但是西方就没有人提啊 是吧 如果你这些都不提的话 那你这个人权问题有什么意义啊 那么提这些问题是不是应该呢 我觉得这传球化过程 在传球化的背景下当然应该了 是吧 因为你传球化本来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嘛 你关起门来 那你这个人权 低劣到再低的程度和我也的确是没关系的 是吧 我前面已经讲了嘛 在两个平行市场的时代 在没有传球化的时代 苏联 中国发生大饥荒 那对西方一点影响都没有 是吧 可是现在传球化了 你那个中国用血汗劳工就会抢人家的犯法呢 是吧 这个事情跟他们就是有关的呀 那个以前他们是可以默不作声 完全没有感觉的 像那个美国 尤其是美国的工会是很扯的 美国的工会从来就有排外的传统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像成立人排斥农民工一样 就是害怕那些移民抢了他的饭碗 所以以前德国人到移民到美国19世纪的时候 本土的那些英译的那些 讲英语的那些美国工会就排斥他们 但是美国好就好在他有结社自由 你排斥我 我就成立我自己的工会 德义人成立了德义的工会 美国的工会啊 他最初那个族裔是色彩是很浓的 然后德义后来在美国咋根了 又开始排斥后来的人 那个排斥那个亚裔的排斥那个什么什么的 但是这不要紧呢 你亚裔他们自己也可以成立工会 那结果后来老年产年也是这样的 他是最反对那个 那个进口血汗工厂产品的最反对移民的 可是现在血汗他从来不关心其他族裔的人的那个什么劳工权利啊 这一类的东西 可是现在不行了 现在传球化了 结果他就发现你美国工人的那些那个饭碗 是吧 我用不着移民去抢你的饭碗 我在国内生产廉价商品输出到美国 一样可以抢你的饭碗 那结果美国那个劳联产联前几年就曾经派代表团要求中国改善劳工待遇啊 允许成立工会啊什么什么 这些以前他们从来不关心的 但现在他们开始关心 关心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情事关他们自己的利益了嘛 是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老实说的 中国的农民工的人权如果不能提高 是吧 不能向他们看齐 那他们的工人就得向农民工看齐 否则你怎么跟农民工竞争啊 是吧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问题才是关键 如果你抛开这个问题不讲 你只是讲什么关税有什么意义啊 意义很差的 你欧洲就更扯了 欧洲连关税都不怎么提 就讲什么倾销 是吧 你讲倾销就更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所谓的倾销就是指的 用低于成本的价格来抢占市场 这叫做倾销 那你怎么能证明中国的那个产品 是低于成本的价格呢 是吧 这个我认为是很难证明的 中国的确有些企业是搞倾销的 也的确有一些企业的倾销 是得到政府支持的 但是总体上而言 中国的那个产品的价格低 并不是因为倾销 而是因为它的成本本来就很低 所以你要说它是倾销 我认为根本就是不合理的 是吧 真正的问题是它的成本 为什么会那么低 那么它的成本为什么那么低 那就是和低人权有关了 那假如你回避了这个问题 不讲你只讲倾销 那你本身道理你也讲不通嘛 你凭什么说我是倾销 我就是很便宜啊 我成本就是很低啊 我就卖的那么低 我还是赚钱 我并没有低于成本 是吧 我并没有低于成本的价格 对于大多数中国产品而言 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啊 是吧 你光反倾销有什么用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 现在我觉得他们也没有想得太清楚 我觉得应该区分 这个中国的工资比西方低 某种程度上是有合理性的 因为它本身 那个经济发展水平就是很低嘛 低工资和低人权是两回事的 所谓的人权就是你比如说 你能不能组织工会啊什么什么 你能不能有那个维权的能力啊 你的房子是会不会被随便拆掉 这些东西那是应该是再穷都应该讲这些东西的 但是你当然不能说我所谓的改善人权 就意味着中国工人应该领欧美国工人一样高的工资 那是不合理的 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 如果你说工资比他们低 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是是合理的 但是你说由于中国人穷 所以就应该盛行奴工制度 那就是完全是胡来了 中国有时候他的工资并不见得低 是吧 比如说中国现在印度人的工资比中国低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还是愿意在中国设工厂 不愿意到印度去设呢 原因很简单嘛 印度的工会很厉害嘛 中国基本上没什么工会 那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问题比工资起的作用还要大啊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应该是有一致的标准的 工资合理的工资是怎么的 就是你劳工和厂房都有权利 最终博弈是吧 最终形成的那个工资就是合理的工资嘛 那你中国再有工会 你也不可能把工资谈到美国的那个水平啊 因为你 我们考察中资企业在外面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嘛 那个时候什么柬埔寨啊 什么老挝啊 那有很发达的工会 而且他们都是按照那个西方 因为柬埔寨本来就是有工会法 就是超的法国的嘛 那个他们是很厉害 但是你你这个劳资谈判 你还是受到那个市场的稀缺规律的影响啊 在一个资本稀缺 劳动过剩的国家 你再怎么谈判 那个工资也不可能提得高的 如果你谈判的结果是 把资本都吓跑了 资本更加稀缺了 那你那你工资可能更难提高了 所以我觉得允许工人有这个谈判的权利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说能够谈出什么样的工资 这个并不是谁能够决定的事 对呀 就是那个家庭团聚权嘛 是吧 你等于是用这种不合理的制度 迫使中国 等于是两亿人 那个三亿人 过着家庭离散的生活 这个 这个是和南非的制度最相似的一点 因为南非的那个种族隔离 造成的最大的后果就是造成的这些东西 那我们就到此了 谢谢大家 谢谢